他刚杀完人回来销赃 竟莫名其妙被狮子压在了身下 偏偏他还无力反抗 因为他现在经脉进断是个小废柴 他感受到狮子的气息明显不对 于是便大声警告让狮子看清自己是谁 狮子勉强恢复了些神智 狮叔 怎么是你 对不起狮叔 我好像被人暗算了 狮叔可有破解之法 这可难倒他了 只见他的视线落在了不远处的一盆水上 紧接着便用自己那所剩无几的先例努力施法 水盆在空中摇摇晃晃 不一会就飘过来给两人凌晨了落汤机 现在你清醒了吗 狮叔 我好像还是有点 这下清醒了吗 好像还是有点 这下呢 多谢狮叔 那你清醒了就出去 原来 他是快穿进这本书中的恶毒女配 为了活命绑定了个反派系统成为宿主 自此就开始了他在各个世界当反派的任务 小到阴谋诡计诽谤重伤 大到杀人放火毁天灭地 总之需要他坏事做尽 而这个未免的他名叫软灵 是云仙宗仙掌门最小的师妹 也是宗门第一美人 原本因自小是修仙天才备受瞩目 却在一次练功时走火入魔精脉 进段变成了个小废物 为了维持美貌 只能暗处偷偷残害同门弟子 吸取他人单元恋单 而在这个世界的他一共有三个任务 除了残害同门弟子外 就是杀死现在的掌门师兄 最后再被当前未免世界的男主 也就是刚才的师职杀掉 毕竟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反派后 当然是要死在主角手里 才算圆满呀 而先前他才刚刚残害完同门弟子 没想到再回来 正要洗除身上的血腥味 时莫名其妙被师职推倒 虽然师职现在已经清醒过来 被他赶出了房去 可却一直跪在门外不愿离开 只因师职以为他生气了 便打算在这跪到他消气为止 于是他只好再次打开门 想要将其打了走 结果迎面就是一段 师职的诚恳道歉 弟子惊扰长辈有错 若师叔没有消气 我不敢离开 还望师叔责罚 可我并没有生气 也没有责罚你的意思 你既然都说是被人陷害了 那便不是故意的 以后小心别再被人算计了 快离开吧 师职的瞳孔顿时放大 只因掌门师父从小给他灌输的教义 就是不允许他犯错 你和其他弟子不同 你天赋异禀是宗门的希望 天之骄子是不允许犯错的 你是宗门的表率 一定要做中弟子们的榜样 你不可软弱不可消沉 更不可犯事 可刚才 师叔竟说根本没有怪过他 这让他的内心第一次感受到温暖 也是第一次有人跟他这么说 恰巧这时 给他下药的罪魁祸首出现了 是他掌门师父的亲戚赵千怡 此刻赵千怡还装作一脸无视地 挽住了他的胳膊 结果就被他直接甩开并目视到 戏眼完了吗 赵千怡立刻哭得梨花带影 师兄你别生气 我也不知道你会对内察过敏啊 可他却不信 将赵千怡推开后 又严厉地对其警告道 看在掌门的面子上 我不会当众拆穿你的把戏 但你若再来纠缠我并不客气 赵千怡的脸色冷了下来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不解 他明明喝了药 为什么还会这么清醒呢 不对 他刚刚来的方向是后山 难道说 只因他昨夜中要扑倒了师叔 导致回房睡觉时做起了春梦 结果一早醒来 他就看到了满床的惊喜 而且还偏偏被师弟撞见了 师兄莫担心 春天吗 理解的 我去给师兄您拿条干净的蟹库来 住嘴 出去 等他整理好衣装后 便即刻打算去找师叔 而此刻师叔正看着一本名册发愁呢 原来 师叔乃是快穿到这个世界的恶毒女配 为了完成任务 他需要每两个月屠杀一次同门子弟 不过他杀的其实都是些道貌黯然之徒 就比如他昨夜行动时杀的那些弟子 其实都是几个月前在山下强暴过农户家女儿的人 由此可见 哪怕反派也并非是纯恶之人 而这时 师侄恰好来了 告诉他宗门急诏 要所有人立刻前往大殿商议钥匙 路上他见师侄脸色不好便问其师不是做噩梦 可师侄竟莫名脸红了起来 不仅什么也没说 还莫名其妙地被过了身去加快的角度 很快 云仙宗所有人都聚集在了大殿 而被如此郑重对待的大事就跟昨夜后山的命案相关 原来宗门一直有个连环杀手至今未找到 现在距离三年一次的仙门大会就只有三个月了 在此等关头发生命案若不查清 等到了仙门大会 云仙宗肯定会被其他宗门耻笑的 于是这事被众长老教到了他的师侄 也是宗门首席弟子百里延启身上 你定要早日捉拿凶手 给宗门和所有死去的弟子们一个交代 是啊是啊 就没有大师兄办不到的事 延启垂下了头 神色有些复杂 没想到这时竟突然有人将一盏茶递到了他面前命令的 这茶真苦 去给我换一杯 延启接过茶杯后恭敬的朝师叔聚了一躬 于是弟子们窃窃私语的矛头就立刻转向了师叔 听说阮离师叔是先掌门的关门弟子 还是现在掌门的师妹 原本资质上家却急于求成走火入魔精脉 禁断成了个废人 但即便如此掌门还是对这个师妹照顾有加 甚至让这个废人端坐大殿一室 延启听到后立刻警告二人不许妄议师叔 不过这也让他知道了师叔原来一直被弟子们轻视至此 可明明师叔心思灵巧 刚刚还看他走神特意让他端茶点醒他呢 这时掌门师父又对他吩咐道 延启抓凶手这是你绝不可怠慢 一月 不半月 你必须尽快将凶手抓住 延启领命 而这时师叔又发话给出了线索 今早我查看尸体时 发现他们都是被凶手捅了数刀后再勒死了 而且撕线勒横游下网上 说明凶手是个以虐杀为号身形矮小之人 你若往这个范围去查 肯定能筛掉不少人 延启谢过了师叔 没想到师叔又一次帮了他 而在会议结束后 阮梨的系统便好奇地问他这么明目张胆地给男主线索 就不怕男主明天查到他头上吗 可阮梨看上去却丝毫不在意 他看不惯这么多人把担子放在一个少年身上 再说了 尽快推动未面剧情的发展不是更好吗 他被师妹吓要推倒了师叔 没想到师妹第二天居然还敢若无其事地跑到他奔前给他送一屋 尽管他昨夜已经警告过师妹了 可师妹偏偏左脸皮贴在了右脸皮上 一边脸皮后一边不要脸 师兄查案辛苦了 快尝尝我心学的高点吧 不必了 我想昨晚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吧 可是我都已经向你道过歉了呀 为什么还不原谅我 一旁的弟子们看着心急叨叨着小师妹这么可爱 做了什么事情不能被原谅 大师兄也太不见人情了吧 随后就见小师妹妄图将是和强塞进严起手里 严起一直拒绝 直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清脆的女生 强加于人的善意和恶意有什么区别 抱歉 我只是闲来无视念几句话本里的台词吧 怎么 影响到你们谁了吗 严起礼貌地朝师叔拘了一躬 没想到师叔又一次替他解了威 而这却让师妹窝了一肚子 没想到严起师兄和师叔的关系这么不一断 可这时那个嘴欠的弟子又开始叨叨了起来 这女的原来就是那个废物软师叔吗 长得是挺美 就是嘴巴多了点 真是没点长被羊 居然敢阴阳怪气小师妹 严起听到后脸一沉 立刻命人将这妄议长辈还犯上作乱的弟子挡起来 压去祠堂打一百遍 嘴欠的弟子这时才开始后悔 一路上连连求饶却无济于事 就连其他弟子们也是头一次看到 而不一会儿 师叔便说自己要下山去买点东西 可言起却不放心师叔一个人下山 因为现在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还没找到 很难排除不再次作乱的可能 于是他提出跟师叔一起下山去 同时还可以帮师叔拎东西 而在回来的路上 他竟发现师叔居然是不避鼓的 而且还特别喜欢甜食 这样看和别的普通女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而师叔见他看了自己怀里的甜栗子半天 以为他是馋了 于是便问他是不是也想尝一个 可他却转过头拒绝了 称掌门师父曾教导过他 大弟子要有大弟子的样子 然而下一秒 一颗剥好的甜栗子竟被直接塞进了他嘴里 你明明想吃为何不说 还看了这一路 这让他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 又像之前一样突然加快了脚步 等他将新买的东西都放进了师叔的房间后 便去找掌门师父复命了 掌门师父看着他 问他宗门杀人案可有什么进展 言起则老实回道 说暂时没有追查到可疑的人 只是发现昨夜被杀的那几名弟子 半年前曾在山下镇子上玷污过一位良家姑娘 那姑娘最终被逼死了 而且还发现往年所有遇害的弟子 都曾做过诸多不齿之事 用死有余孤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如此看来 这个凶手更像在替天行道般 但又与一般人不同 因为一般人若是极恶如仇 想要替天行道 都会偏向于将恶人所做的事情公之于众 然后将恶人交给宗门长楚 可这个凶手却不一样 选择的是将恶人私下虐杀 由此可见 这个凶手应该是不相信宗门的权威与公正了 才会选择亲自虐杀那些恶人 掌门听后一愣 没想到宗门既然已经在某些人心里失去了威胁 于是便让徒儿继续查 马上就要到仙门大会了 务必让真相尽早水落石出 可言启又突然跪下 称自己还有一事要禀报 天气马上要入冬了 后山软离师叔所住的地方物件却十分稀缺 甚至连一件过冬的物品都没有 能否让人去添置一些呢 掌门听后无奈叹了口气 没想到他这个师妹 还是喜欢把什么事都闷在心里 这样下去迟早会憋出病来的 于是他便让徒儿下月带着些弟子们 跟软离一起去掀门大会了 全当让软离散散心了 他被师之一脸天真的带出来散心 可任务却偏偏要他在今夜杀人 只因他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 若没两个月不杀一次人 他便会被系统杀死 而现在两月之期已经快到 但同行的弟子一共就十几个人 若是有人死了 他被揪出来的概率肯定会大大提高的 可他现在哪怕还没开始行动 居然就已经遭致了 几乎所有同行女弟子们的不爽 凭什么延起师兄一整天都围着软师叔转 我们连和师兄说一句话都难 这时人群中的小师妹也刚好瞥了他一眼 结果延起这时恰好又凑到了师叔旁边 师叔 我们打猎带回来了些猎物 你想吃什么我来烤给你吃 我喜欢吃兔子 于是延起便听话地给师叔烤起了兔子 他本以为女孩子都不忍心吃兔肉的 没想到师叔这么与众不同 而当兔肉烤好后 师叔便一脸幸福地吃了起来 延起看得一脸欣慰 没想到师叔除了弹幕之外 偶尔还会露出这样可爱的神情 他宠溺地让师叔慢点吃 如果喜欢的话他还可以继续烤 这让不远处看着的赵倩一心里更酸了 想不通凭什么师叔就能得到延起师兄的照顾 难道师叔修为废了手也残了 连肉都不会自己烤了吗 而在所有人都吃饱喝足后 大家便都相互倚靠着睡下 延起负责巡逻 在深夜保护大家的安全 而他走着走着 视线竟又定格在了师叔身上 没想到师叔休息的时候 身上冷漠的锋芒全部都收了起来 看起来就像个寻常人家的女孩子 不过算起来 师叔应该有一百多岁了 但此刻闭着眼睛的样子 瞧着也就只是个刚成年的少女一般 这时 师叔身上的披风突然滑落了一角 他在原地犹豫了半天 最终还是决定帮师叔把披风盖好 可在此过程中 师叔竟一个重心不稳靠到了他身上 而且他的手在即将碰到师叔的脸蛋时 还收了回来 懊恼自己怎么能冒犯师叔呢 时间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一个女弟子趁着大家都熟睡时 偷跑了出来 屈师兄你在哪呀 我来了 师妹你来得挺准时呀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趁着没人发现 我们不如脱吧 而下一秒 原先睡着的师叔竟已醒来 还把不小心睡着的 延起师职也给叫了起来 醒醒 有妖灵 延起听后立刻大声对弟子们命令到 全体听令 列阵对抗 弟子们听令立刻驾起见证 果然草地上突然飞出了几根凶猛的枝条 弟子们被吓得惊恐万分 师叔则在一旁冷静地安慰道 不用怕 用火术 集中攻击妖灵中心薄弱处 延起也令大家都听师叔的 于是十几个弟子一起使力 那凶猛的枝条一下子就被烧成了炭黑的枯木 弟子们顿时都开心不已 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成功杀掉一只妖 多亏了师叔教得好 师叔被弟子们围着夸有些受宠落惊 延起则在一旁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看来大家似乎都愿意接纳师叔了 他原本是门派里最遭人嫌弃的师叔 却在野外遇到危险时帮助弟子们斩杀了妖物 至此人气忽然高到一发不可收拾 就连来客栈开间房 红行的弟子们都抢着给他付钱 本来这是件好事 但延起看到后却有些吃醋 原先师叔的身边明明只有他一人 现在却总围着一群人 真让他烦躁 晚上他正在房内沐浴 心里也在闷门 为什么师叔变得受欢迎后 他反而会不开心 结果隔壁忽然传来了一阵弟子们的议论声 我今天靠近了师叔才发现 师叔真可爱 而且也没有之前传得那么不近人情 人很好的 不知道师叔以后会和什么样的男子结为道理呢 延起听到后又一肚子火 看来这些师弟们该被好好惩治一番了 居然敢肖想师叔 而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响 他迅速披了件外袍便冲了出去 结果就看见一个人影窜了出来 可正当他想要追尸 又看见身后躺着一具刚被杀死的新鲜尸体 于是他暂时放弃了追捕仙 查探起了尸体来 这位弟子的死法 和先前宗门里所遇害的弟子们死法几乎一致 都是先受到残忍的虐待 再用丝线勒住脖子窒息而亡的 这时 听到动静的男弟子们都纷纷围了出来 因为死者是跟前师弟同一间房的去师弟 所以前师弟首先遭到了众人的怀疑 可前师弟却说自己真的不是凶手 自己一直在房间里睡觉 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人确实不是前师弟杀的 因为从尸体的情况来看 脖子甚至都快被丝线勒断了 现在人才刚被杀没多久 所以这个凶手的手心上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丝线的勒痕甚至血痕 而前师弟的手心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痕迹 所以不可能是凶手 男弟子们听后也纷纷亮出了自己的手心 所有人都是干净的 几乎可以排除嫌疑 恰好这时师叔和女弟子们也都赶来了 严启告诉他们 屈师弟死了 行凶者手心必定受伤 现在男弟子们都已经检查完毕 只剩下女弟子们了 师叔听后极其配合 让女弟子们都将手心亮出来接受排查了 每个人都爽快地接受了 只有素师妹显得惊慌 而且在轮到素师妹时 她的手还迟迟不愿打开 直到掩起冷冷的命令到 打开 她才慢吞吞地将手伸了出来 但手心却也是干净的 弟子们开心 看来他们之中没有凶手 或许凶手并非宗门之人 而是伪随至此的 本来排查正打算这样结束 没想到小师妹赵倩一静忽然提出 女弟子中还有一人眉眼 那就是师叔 延吞当然是信任师叔的 就连弟子们也这么认为 师叔怎么可能杀人呢 而且师叔根本没有武功 又怎么能进得了去失地的身 可小师妹却执意要调查师叔 既然是清白的 为何不敢双手试人呢 你敢打开双手让我们看一看吗 她是一个连环杀人案的幕后真凶 如今竟被爱慕自己的失职调查到了面前来 这是她距离身份暴露最近的一次 若是她手上有杀人时所用丝线的勒痕 那所有在场的弟子们便都会知道 她就是杀人凶手 其实师侄在查验她时内心也十分忐忑 还不停在心里祈求 她可千万别是幕后的真凶 随着她的手缓缓摊开 手心甘甘静静毫无勒痕 嫌疑便一下子被洗清了 弟子们唏嘘 看来凶手不在他们之中 那肯定是宗门之外的人作案 一路跟踪到这的 延起下令 让大家三人以上行动相互守夜 避免落单 很快 所有人便都各自组团回了房间 唯独素师妹还鬼鬼祟祟的在走廊瞎晃 而延起恰好就在走廊外等着她 这可把她吓了一条 紧接着延起便质问道 是你做的吧 师兄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身上的味道和取失地方中的迷香味道一样 虽然很淡 但我在检查你手心时还是闻到了一丝气息 若我没猜错的话 这迷香现在应当还在你袖中 现在这会儿是打算处理掉吧 果然 迷香药瓶从素师妹袖中掉了出来 现在她白口莫辩 延起又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只好坦白 大骂屈师兄就是个死有余孤的出手 起现我不小心犯错弄失了藏金格的书卷 屈师兄答应帮我担着不告诉任何人 我本以为屈师兄是好心替我隐瞒 谁知却另有图谋 几乎越越周周 屈师兄都以此威胁玷污我 后来我才得知 这原来是屈师兄惯用的伎俩 租门中不少女弟子都遭受到了屈师兄的迫害 甚至刚才在野外时还对我变本加厉 我实在忍不了了 才痛下杀手呢 事已至此 我愿意认罪 你要抓便把我抓起来吧 不 你不是凶手 我不会抓你的 你虽然是迷晕他们的人 但动手的人却不是你 因为以你的性子 根本做不到杀完人后 还能冷静地离开案发现场 况且你的身形和我看到 从案发现场离开之人的身形并不一致 所以 是有谁帮了你吗 屈师妹愣住了 与此同时 师叔软离在房内洗净了自己的双手 那手心露出了一道明显被丝线勒过的痕迹 原来在他带人去案发现场时 用面质遮住了伤口 这才使得他没有立刻暴露 可这时 掩起师师竟突然来找他 只因掩起通过屈师妹给出的线索得知 那凶手的身形和阮离师叔差不多 是个穿黑袍的女子 案发当时除了素师妹以外 其他女弟子都是三两作伴 唯有阮离师叔是一个人 没有不在场证明 难道 他当真要怀疑阮离师叔吗 这时 阮离给他端上了一杯热茶体贴的开口 这几日带队没睡好吗 喝口茶尝尝味道如何 严启还在原地犹豫 忽然屋外响起了一道响亮的惊雷声 阮离被吓得瞬间扑进了师之怀里 那杯茶则被摔碎在了地上 他在师之怀里瑟瑟发抖 师之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 但看师叔这么害怕 他还是暂时放下了查案的心思 不一会儿 师叔竟在他怀里睡着了 他认识师叔这么久 也是头一次知道师叔居然害怕雷声 如此脆弱 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破碎 不过因祸得福 阮离熬过了昨晚身份差点暴露的一劫 因为昨夜他害怕到发抖惹的失智联系 所以最终还是没有检查他手心的伤口 他作为宗门最受瞩目的大弟子 居然对一个武功禁费的师叔动了心 自这夜师叔因害怕打雷缩进了他怀里后 他就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小心脏了 掌门师傅曾教他的证人君子李休阳等 在师叔面前都统统被打倒 他问心有愧 于是在次日一早大家即将出发前往仙门山时 他居然一反常态地跟师叔避起了弦 明明先前都是他亲自带师叔遇见飞行赶路的 而这次他却派了一个女弟子来带师叔 师叔敏锐地察觉出了他的意思 虽然师叔本人问心无愧 但还是听从了他的安排 不一会儿 他们云仙宗的弟子们便都抵达了仙门山 而仙门大会要在三日后开始 山上的童子已经给他们都准备好了雅间 夜晚 严起师叔出来散步时又不知不觉地晃到了师叔的房前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来做什么 就是下意识地想来这里 他问心有愧 心想师叔倘若知道他总是能梦到那些画面 恐怕会对他心生厌恶吧 忽然 师叔竟从房中走了出来 他被吓了一跳 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严起师叔 你在屋外做什么呢 我我我我在巡逻 这么晚了 师叔是要出门去哪呢 我睡不着 出去散散心 而路上 严起竟一直紧跟在阮离师叔身后 阮离觉得这师侄真便宜 就这样不远不近地跟着 是又想保护他同时又想跟他保持距离吗 忽然间 阮离的老相识 林门掌门张晴峰竟出现赢了上来 阮离倒有好久不见 你还是像当年一样美丽动人了 还记得我吗 不记得 让路 等等等等 听说你修炼时走火入魔导致灵力全无 不如让我来帮你把把脉吧 结果下一秒 张晴峰的手就被人猛地抓住 严起瞪着他冷猛地警告道 仙师 请自重 这威压 让他一个修为不凡的人都感受到了威胁 只好先拾去的离开了 等到又只剩下他们二人时 阮离便开口问道 严起失职 你是中弟子中最沉稳的 可刚刚为何会动那么大杀气呢 严起沉下了脸不回答 因为师叔不会知道 刚才有一瞬间 他甚至都想弯了张晴峰那双亵渎师叔的眼 而师叔见他不答便又继续说了起来 若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你可以寻个没人看见的地方打上一顿便是 但若明面上得罪小人 只怕小人会怀恨在心对你不利 严起这才知道 师叔原来是在担心他 于是他不解的问道 师叔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有点喜欢你吧 严起的小心脏顿势快要停跳 难道 这就是期待已久的表白吗 可下一秒师叔又补充道 你人品相貌没得说 最重要的是尊老爱幼这点 我很难不喜欢你这种小辈 好吧 他的梦又碎了 三日后 百年一次的先门大会即将开始 参加的十二的宗门 各派出六名弟子进行一对一比试 对决的双方由抽签决定 最终获胜者将获得上庭法器一件 人群中 阮离师叔担心的对师侄吩咐道 你对决时切记争强好胜 点到即可不要受伤 师侄点了点头 让师叔放心 这时众多弟子们又发现了看牌上的一样 奇怪十二掌门的位置中 林门的掌门人竟不在 听闻是林门掌门张晴峰 昨晚起夜时不知怎定滑倒在了粪坑里 现在这会儿还昏迷不醒了 而人群中的延起 在听到大家议论时心情格外不错 他身为男主 竟对恶毒女配动了心 可转眼女主又出现了 要他换人谈恋爱 而这个女主是苍门的小贤云 腹白貌美大长腿 更是苍门的得意弟子 按照原书的剧情 身为男主的延起 会抽到跟小贤云一起比试 两人旗鼓相当共同夺得第一 后续一起云游四海降服各种上古妖兽 在经历诸多生死后成为神仙眷女 可现在 剧情却走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 男主延起在看到身为女主的小贤云时 不仅丝毫不来电 还在心中暗下决心 等他掀门大笔夺得头筹抓获凶手时 他就去跟师叔表白 果然 延起和小贤云抽到了一起比误 两人备受瞩目 围观的弟子们都忍不住 磕起了他们的CP 只因两人同为这次大会中 天资最高的弟子 而且他们背后的云仙宗和苍门实力相当 也算门当户对 可奇怪的是场上的延起 不知为何迟迟不肯开战 而且视线还不停地往旁边软移师叔的身上看 直到师叔睡醒了可以观看比武时 他才兴奋地让对面的小贤云出手了 师叔坐在看台上奇怪 心想这傻失职都什么时候了 还一直看着他干什么 笔事都要开始了 按原书中的剧情 两人可是打成了平手一起晋级的 所以小贤云的实力绝对不弱 可正当两人开始交锋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竟发生了 延起出手不过两招 小贤云竟直接被击败 本以为延起至少也得苦战一场 没想到居然赢得这么轻松 小贤云惨败 云仙踪获胜 阮离在看到这结果后则奇怪 原剧情怎么被彻底改变了呢 而在比赛结束后 延起的视线又落回了他身上 那表情仿佛在等待他的夸奖 最近的装装渐渐阮离感到实在反常 难道说这师侄真的大逆不道 喜欢上他了吗 比赛结束的夜晚 他一个人在凉亭内望着月亮 没想到延起师侄竟又找到了他 见他身上穿的单薄 便把长背着的毯子 从储物空间里取了出来给他盖上 师叔夜里风凉 你又没有灵气护体 注意保暖 阮离迟疑了一秒 呆呆地看了看面前的尸指 随后便冷漠地撑自己先回去了 那大大的披风盖在他小小的身躯上 显得他更娇小了 突然间 延起像是发现了什么般留下了一滴冷汗 没想到阮离师叔披着披风的模样 竟与他记忆中连环杀人案幕后凶手的模样重顶了 于是他迅速跟上师叔的步伐到了住所 因为不敢相信刚才那离谱的直觉 他又找了个借口想要进房间多留一会儿 这些天我隐约觉得要突破了弹总徒劳无功 师叔可否指点我一下呢 师叔听后毫无防备地答应了 紧接着便在床榻上运工帮他检查了起来 在此过程中延起确认了 师叔除了一些丹田的真元之气以外 确实没有半点法 而且他刚刚进来大概张望了一下也并无可疑之处 而这时 之前被延起欺负过的临门掌门赵秦峰竟偷摸到了门口 见这对师侄孤男寡女共处仪式实在生气 于是便将一根弥香点进了屋内 计划着让延起付出代价 师叔与师侄二人进孤男寡女共处仪式 而且还遭到了阴险小人偷偷给他们下米药 师侄闻到了这个气味后立马察觉到了不对 而师叔此刻却已经面红耳赤地倒进了他怀里 只因师叔曾走火入魔经脉禁断 所以没有修为无法压制米药的药力 无论如何 他现在都得想办法让师叔先恢复神志才行 可下一秒 师叔竟直接抢吻上了他 而且还用那酥酥软软的声音气球道 当当我 他赶紧抓住师叔那上下摸索的手警告道 师叔 这样只会越来越热的 紧接着他便将师叔放倒在了床上 先前一直都是您教导我 如今该轮到师侄教教您别的东西了 紧接着 他便朝师叔胸口那光洁的肌肤吻了上去 师叔咬牙还在与理智斗争 可最终还是彻底失去了意识 与此同时 给他们下米药的林门掌门赵晴峰 近大半夜的把一群长老叫了回来 要长老们跟他一起去抓奸 而正当他信心满满的推开软梨的房门时 看到的竟不是某香艳场景 而是软梨一个人坐在茶台边看书 且软梨在看到他们后还装作一脸奇怪的问 诸位大半夜的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被摆了一道的赵晴峰顿时恼羞成怒 居然在大庭广众下对着软梨破口大骂 你别装了 一住厢前我明明亲眼看到你跟严谨孤男寡女在此房中 你把人藏哪去了 软梨轻笑 我凭日理向来深居简出不惜与人交谈 你何必如此污蔑我 而且你又是如何知道有人在我房中的呢 赵晴峰顿时无话可说 紧接着就被长老们给拖了下去 还将他的临门从仙门大会的名单上剔除了 此事也算告一段落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 就见软梨朝身后的衣柜叫了一声 随后阎晴便从衣柜中走了出来 脸上还有一个大大的巴掌印 师叔弟子错了 你走吧 今天的是不许告诉第二个人 可是是我 走你 门喷的一声被关上 软梨站在门口感觉心跳得极快 好像有什么东西滋生了 就这样 仙门大笔持续了整整九日 最终以云仙宗掩起博冠画上了句号 弟子们个个都十分兴奋地着急回去告诉掌门这个消息 而掩起却想着如何跟师叔表白 还将来搭载师叔遇见回城的师妹给之走了 打算自己带师叔一起遇见回去 等师妹走后 掩起便一把揽起了师叔的吸腰踏上了宝剑 你为何要贴我这么紧 师叔你没有灵气护体 如此更安全 师叔你若冷的话 可以往我身上靠紧点暖和鞋 师叔无奈 想着拆穿他可能会更麻烦便游着他了 而他则还在心里计划着 等在抓获凶手后 他便向师父请辞大弟子这个身份 去后山中日护师叔清修 他才刚下定决心要跟师叔表白 没想到师叔竟忽然遭到了宗门的问责 虽然他一回来就因在仙门大会中夺冠被大力夹挡 可师叔却因在带队的过程中有弟子死亡而被长老疯骂 阮黎你这个废物 居然在带队时让我的去弟子被奸人所害 应当重罚 你都说我是废物了 难道你还指望一个废物去保护弟子吗 这时 最爱搅局的赵倩一师妹竟走了过来 还扬言也要指控阮黎师叔 说阮黎师叔作为长辈 不仅在路上独断专行避试不出 在去师兄遭遇不测后也没尽到领队的责任 所以阮黎师叔理应受罚 长老一听骂阮黎骂的更理直气壮 阎启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公开回怼道 您本是撰写戒律的长老 难道您自己都忘了自己写的东西了 虽然戒律中确实提到 先师带弟子外出修行时 弟子若有伤亡 先师必受鞭刑处罚 但前提是带队先师当时上有法术与能力 可以担起保护弟子的责任 可师叔完全没有修为也没有战斗能力 所以根本不是用这条规定 况且 这一路不少弟子经过师叔的点拨后实力都突飞明镜 这都是师叔的功劳 倘若因保护弟子不利要追责 那也该追我这个大师兄的责 弟子甘愿受罚 长老被气得无言以对 赵芊一则一脸惊讶 他原本就只是想给师叔一点颜色瞧瞧的 没想到严起师兄竟这么护着师叔 他赶紧解释 这一切都不关大师兄的事 是阮离师叔的问题 结果下一秒他就遭到了众弟子们的指责 小师妹你住口 还要任性到什么时候 你这分明就是在无端诋毁阮离师叔 我们真是看错你了 紧接着弟子们便都一起为阮离师叔作证 赵芊一师妹之前的话不妥 有说谎的嫌疑 阮离师叔其实是个外冷内热之源 一路上给予的帮助不亚于大师兄 若一定要责罚 就责罚我们吧 让我来 我来 不 不用责罚他们 我一人受罚即可 只见严起直接转身走出大殿里罚去了 这导致掌门被弟子们架在了高口上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掌门恐怕早死百转先毁了 为了平息重怒 掌门以赵天一迪回掌备为由罚去撕过牙毁过三月 这事儿才算浅浅平息了一丝丝 而在两个时辰后 受完罚的掩起便回到了房中运气疗伤 忽然间门居然开了 且来者还偏偏是师叔 他被打了八十遍都没有吭声 却在师叔给他上药室连连喊堂 而师叔在给他包扎完后竟莫名领 匆忙将药瓶整理完便打算离开 可下一秒 师叔的腿竟忽然僵硬差点跌倒 好在他及时将其扶住 可无意间 师叔的手却压到了他的某个脆弱东西 他被刺激地打了个激烈 师叔却一脸单纯地问他没事吧 撞到哪了 我给你揉揉 他听后一把将师叔的手扣住警告道 师叔 要是揉揉可会出事的 那你自己揉吧 我先走了 随后 阮梨便自顾自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还从炉顶中神神秘秘地拿出了一颗丹药 因为今晚他要去干一件大事 刺杀掌门 深夜 他再次穿上黑色斗篷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中 他本在这守株待兔等待掌门的到来 没想到洞口出现的竟是他的师职严起 严起对他产生了怀疑 问他深夜为何拿着一把离手 而且他现在的样子 再次与严起脑海中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模样重变了 严起不敢相信 为什么偏偏是师叔呢 这时 洞口再次传来了嘻嘻嘟嘟的声音 师叔迅速将严起推了进去 还给他喂了一颗盾行单 让他别出声也别问问题 紧接着门外就传来了一阵娇媚的女音 师父你好讨厌哦 严起没想到掌门师父为什么会与女弟子深夜到此处呢 可紧接着就看到两人深情都稳了起来 又看到掌门师父急切地吞下了女弟子的外衫 还答应在这次过后 下个月给女弟子留一份最好的担药 严起听到这话后忍无可忍 没想到那一项将公平公正挂在嘴边的掌门师父 居然会用宗门资源当作筹码 对女弟子行不轨之事 师叔察觉到了他的怒意赶紧提醒他安静 而他见师叔这副样子 心想师叔难道是一早就知道吗 两人紧紧相依 另一边的掌门和女弟子却不停传来男女间音音艳艳艳的声音 严起顿觉不妙 要再这样下去 他要对师叔忍不住了呀 他被逼到角落和心爱之人贴贴 另一边则在不停传来掌门与女弟子间音音艳艳艳的声音 再这样下去 他快要忍不住了 可偏偏在这时 师叔的身体近不小心各到了他的某个坚硬部位 师叔能不能让我靠一回就一回 师叔留下了一滴冷汗 心想若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另一边的掌门发现的 于是他下定决心 答应帮师侄柔柔 师侄听后小心脏猛的一跳 迅速将他抱进了怀里 严起 你不要得寸进尺 师叔 你能不能再多喊喊我的名字 你快放开 还请师叔成全 严 严起 不一会儿 另一边的掌门和女弟子变完事了 女弟子趁机向掌门请求 称自己想要个职位 听闻前几日管宗门俸禄的刘师兄走火入魔身亡了 能不能让自己顶上 可没想到 先前还对女弟子一脸怜惜的掌门 此刻竟突然扼住了她的脖子 而且还一脸凶狠的警告她 作为宠物 就别觊觎那些不该想的 女弟子被掐到差点窒息连连求饶 掌门这才放过了她 让她记住刚才的话 很快两人便离开了 躲在洞内的师侄二人也不必再压抑 两人一起出了山洞 师侄此刻脸上的表情十分糟糕 师叔回头问她 怎么 知道你一向敬爱着的师父 居然是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就说不出话了吗 言启垂下头 支支吾吾的依旧不知道说些什么 直到师叔跟她摊牌 言启 人皆有两面性 就比如我 我既是你敬重的师叔 却也是弟子们口中十恶不赦 残害同门的连环杀人案真凶 言启忽然抬头 表情一脸凝重的用剑指着师叔开口道 我想听你亲口说 师叔回道 如你所见 我若不用静单维持这副躯体恐怕早就死了 至于那些滥杀无辜兼淫妇女的处手 若能为我所用我为何要做活菩萨 你别把人想得太坏 也别把人想得太好了 说到底 我也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若你想杀了我为你的同门报仇 那现在就下手吧 虽然她这一摊牌任务肯定彻底失败了 但在这里被掩起杀死 肯定没有被吸毒抹杀疼 倒不如就死在这里 可下一秒 迎接她的竟不是冰冷的剑风 而是引起温暖的怀抱 师叔 你别想骗我 我所看到的你 根本就不是一个滥杀无辜嗜血成性的人 你会为了救一只野猫不顾被骑抓咬 你还会再看到苦难之人是慷慨的伸出援手 我所看到的师叔是一个正直且善良的女子 比起这世间任何人都要好千倍万倍 依照云仙宗的门规 若能搜集证据证明那些被杀的作恶之人死有余辜 那师叔你肯定不会被中判 待我收集好证据 我们两人就去众人面前坦白一切 行了 你倒是会为我筹谋 可若掌门和众长老都执意要处死我怎么办 那届时 我愿意替师叔受死 为什么 因为我心悦于你 你护了我很多次 这次就让我护着你 软离的心弦被触动 可下一秒 他竟抬手将师侄给你晕了 他神色复杂 一脸认真的对师侄叮嘱道 你的命是你自己的 不用托付给别人 更不用托付给我 我还有非做不可的事情 师侄就这样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心中则在不停呐喊 快回来 别干傻事啊 修炼天才 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个废物 只因他最信任的师兄 想要将他占为己有 变成跨小王 在此之后 他隐忍了整整五年 直到今日时机成熟 他才假装若无其事地 拿这个木盒子来找师兄报仇 他借口说自己找到了 几枚不错的丹药 前来献给师兄 而师兄听后 便将他带进了房内的暗室 随后才接过了 他手中的丹药将其打开 然而这盒子里却分明什么也没有 可下一秒 软离净趁机拔剑 刺进了师兄的胸口 师兄一脸不可置信 问他的修为难道恢复了吗 他则冷冷地回道说没有 只不过是吃了聚灵丹 将这些年所有的精血 化作了一天的修为吧 掌门错愕 没想到他居然会选择吃聚灵丹 那可是当药效退去后 会使人变得神魂 尽是无感经费的计划 你这样做 难道是不打算给自己留后路了吗 那你当年毁掉我的时候 给我留后路了吗 那年我不过13岁 视你如亲兄长 可就在我修炼即将突破的关键时刻 一个神秘人突然闯入我房中 将我的丹田击捆 慌乱中 我在那人的脖梗处抓下了一道伤口 至此我修为净废 这辈子都没有再修炼的可怜 一代天才沦为废物 凶手却潜藏了起来 那夜我心烦意乱来找师兄你出去散心 却在你的脖梗上看到了 我在偷袭之人身上留下的抓痕 我没想到与我最亲近的你 竟是将我推入万劫不复的凶手 那一刻我明白了 我唯一的出路只有复仇 所以当初你怎么对我的 如今我将千倍奉还给你 阮梨再次将剑刺向师兄 谁料师兄竟忽然恢复了力气 将他给击倒在了地上 而之前被他刺中的伤口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 师兄忍不住对他嘲讽道 师妹 你还是和当年一样自负啊 你以为我会如此大意毫无防备吗 不过没办法 谁叫我如此沉迷于你 沉迷到不惜亲自把你的翅膀折断 让你只能在我身边挣扎呢 其实 我一直都知道宗门里的那些弟子是你杀的 但我却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只有亲眼看到你从天才沦为废物 从正道坠入魔道的样子 我才会更加愉悦啊 软离大怒 从胸口掏出了一根针刺上了师兄的左眼 师兄疼得大叫 迅速按下了单炉上的机关 逆势的地板开始开裂 软离掉了下去 落地后 便看到了一个贴满了他画像的屋 掌门师兄拿着根锁链从他身后缓缓靠近 师妹 在你躲进后山的日子 我可是日日在此想你 靠着这些东西自我疏解了 要不你就留在这里 做我真正的静完吧 可下一秒 软离又迅速从袖中抽出了一把匕首 刺向了师兄的胸口 师兄这下失算了 是真的重伤了 软离则再次捡起剑指向了掌门师兄的咽喉 师兄 你是不是太小看一个要报仇之人的决心了 你当真以为我什么都没准备就来了吗 掌门师兄自觉死期已到拼命求饶 你别过来 师妹 求你饶我一命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就像一条任人宰割的斗 可你若杀了我 宗门的长老和弟子们都不会放过你 谁在乎呢 这世间与我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凝结起法力 想要再次给掌门师兄致命一击 可下一秒 师子竟忽然出现拦住了他 修炼天才竟在禽兽师兄的折磨下变成了个废物 为此他迎人五年 终于到了可以手认师兄的时候 可当他即将大仇得报时 原本被他迷晕的师子竟忽然出现制止了他 他看到师子手腕的伤口才知道 原来师子是刺伤了皮肉才得以恢复理智追上来的 只见师子夺过了他手中的宝剑指向了他 这让他留下了一滴冷汗 因为他若是没有先将掌门师兄杀死 再被师子所杀 他的任务便算失败 他也将被这个系统彻底摸销 而掌门师兄此刻正笑的狂妄 掩起徒儿你来得正好 快拿下这剑人替为师报仇 下一秒 师子的剑变高举过头顶 阮黎闭上了双眼 心想这一切都结束了 可谁料 剑锋竟在空中一转砍向了他的掌门师兄 这是令阮黎万分没想到的 师子竟选择了帮他 掌门师兄此刻奄奄一息 徒儿 不 掩起 你居然敢试试 为何不敢 你重伤师叔 侮辱同门 滥用私权 视人命如草剑 死上百次上千次都不足惜 但唯有一点 你不配死在师叔手里 掌门顿时明白了什么狂笑起来 你这个孽徒 居然乱伦犯上也喜欢你师叔 你们这对啊 严起冷漠的将剑刺入了掌门师父的心脏 不再给其言语侮辱师叔的机会 随后他又回头安慰师叔 你放心 今夜的是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你难道要包庇我吗 是也不是 在我进入这密室前我还不理解 为何师叔不愿让掌门师父和诸位长老主持证明 但如今我在亲眼看到了这里的种种后便明白 掌门师父本身就是只恶鬼 若是换作我 只怕是比师叔更想亲手将其千刀万剐 师叔 弟子不孝 早已对师叔宁情根深重 还望师叔成全 软离的脸一世间有些泛红 可却很快掩饰住了神色 你喜欢我 你知道我手里有多少条人命吗 像我这样狠毒的人早就身在地狱了 你的喜欢最好适可而止 可哪怕这样师侄还是毅然决然地牵起了他的手 那么我便和师叔一起入地狱吧 如今我手上也有了人命 我早就和师叔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我愿意和师叔一起入地狱 师叔 你相信我 我不会再让你受伤了 软离犹豫了片刻 可他终究只是这个未面的外来者 一个来执行任务的恶毒女佩尔 终究 他还是伸出手夺过了师侄的佩解 下一秒便用剑在自己的脖子上一抹倒了下去 师侄发疯式地扑上来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多 而且还不停将内里灌输给他 企图将一个将死之人救活 他则最后强撑着一口气对师侄解释道 别耗费灵力了 我受缘将至本就活不过今晚 延起 我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我死后 就把所有罪责推到我身上 记住 所有人都是我杀的 而你是解决了这个杀人凶手的天之骄子 这是我最后 也是唯一的要求 说吧 他便彻底失去了声息 只留下抱着他的师侄在痛哭流体 当前未面的任务圆满完成 残害同门 杀死掌门 最后死在男主的剑下 没想到兜兜转转 任务竟是以这种方式结束的 很快他便要到下个卫面继续做任务 可他在离开时 却又回头看了眼延起 真是个傻瓜 而在这个卫面的三日后 延起正式成为了云仙宗的掌门 随着他的上位 前掌门及死去弟子的丑闻都被先后查着 所有被隐藏的恶事都被深挖出 一一摆在众人眼前震惊全宗 延起执法求言 将云仙宗上下彻底整顿 以得志宗 短短三年便将云仙宗发展成了大陆第一封门 且在百年后 他不赴天之骄子之名历经图治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修仙界敌 然而 却终生没有仙旅 他才刚死在这个世界的男主剑下 转眼就到下个世界采取了男主的小鞋 原来他是快川在各个世界的恶毒女类 任务是辗转于三千世界当反派 最终再被男主杀死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世界的男主其实都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将此快川系统开发出来的百里博士 百里博士为了测试系统 亲自辗转在这些小世界中当男主体验快感人生 软离则是在一次意外中被系统选中了 成了快川世界的恶毒女配宿主 在这个欣慰面里 她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宫中现在一共有三位皇子一位公主 大皇子的母族势力孱弱 二皇子则是男主 不仅深受皇上喜爱 母家还十分得势 三公主是皇后所生 地位尊贵 最后才是她 一个不受宠贵妃所生的女扮男装四皇子 她的母妃身子骨弱 费尽心思才怀了孕 本以为能诞下龙四博得皇帝的处爱 不料冒死生下孩子后 却发现是个女儿 母妃多年的期待落空 于是买通工人谎称生下的是皇子 且这一门就是五年 不过诞下皇子虽表面风光 却终究是欺君之罪 因此母妃被地里整日担惊 受怕惶恐不安 对她的要求也异常地高 若她哪点做得不好惹的皇上不快 或是暴露了女孩的身份限制 便会遭到毒打 所以她虽然年仅五岁 身上却满是伤痕 可昨日她母妃却离其死了 正好皇后膝下只有三公主并无皇子 于是嬷嬷今日便要将她接去过继的皇后那 而她在这个未免的任务依旧有三个 先是隐藏女扮男装的身份直至结局 再是逼宫造反 最后再死在男主手下 这时路上竟突然想起了一阵狗嘴 把她吓得浑身哆嗦瘫坐在了墙边 虽然狗狗对她并无敌 她却依旧满脸惊恐 嬷嬷发觉后在原地大叫 这宫里哪来的狗 来人啊 可这时 一只稚嫩的手竟突然把狗狗拎了起来 对不起四皇帝 这是我从野外刚驯养的小狗 吓着你了吧 软离一看 这不是身为男主的二皇子吗 为了做个合格的恶毒反派 她不仅拒绝搭上二皇兄的手 还用力踩了皇兄一脚 不用你服 谁叫你遛狗不拴绳 紧接着她便继续跟着嬷嬷去往皇后的寝宫 可这一去就去到了正午 她也没见到皇后 皇后则一直在室内悠闲地逗着鸟 侍女忍不住斗胆提醒道 启禀娘娘 四殿下已经在殿外候了不少时辰了 如今天气炎热 四殿下虽身为男儿却不顾五岁 要是晕倒在门口恐怕影响不好 呵呵 不过才占了两炷香的时间急什么 你这话难道是在暗示本宫不会照顾皇子吗 侍女立刻跪下求饶 只因皇后虽居后卫五年 却在生育三公主时难产伤了根基 偏偏三公主体弱自小被送去了道观敬仰 所以皇后最是听不得皇子子嗣之心 果然 触碰到皇后逆临的侍女 下一秒就被人拉了下去逐出了宫 嬷嬷看后只好换了种方式提醒道 娘娘 现在我们只要把握住了四殿下 自然会有势力过来 日后四殿下若登基 娘娘便会是这后宫中最尊贵的女儿 纵使娘娘您不喜欢四殿下 但因以大局为重 皇后听后这才勉强接受 紧接着便让人去把四皇子给带过来吧 她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如今生母去世 马上要被送到皇后膝下抚养 倘若她女儿身暴露 将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 可她才刚见到皇后 居然就差点暴露了女儿身 只因皇后看她长得瘦弱 便想叫太医来给她把把麦 可这若把下去那还了得 于是她赶紧拒绝说自己身体一直如此 今月有些累了想先行告退 而皇后膝下无皇子 本就是想讨好她的 见她不愿把麦也就算了 可紧接着 皇后又好心地吩咐人去伺候她沐浴更衣 让她早点休息 这让她无语极了 看来躲过了把麦躲不过沐浴啊 结果在御房内 就看到俩太监在门口一脸为难地站着 四殿下求您了 让我们近身服侍您沐浴更衣吧 滚 全都下去 再敢出现 杀无赦 太监们顿时被吓得跪地求饶 也不知这孩童明明只有五岁 眼神怎地如此吓人 终于 御房的门被关上了 软离松了口气 感叹怎么连洗个澡都这么麻烦 看来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呀 与此同时 二皇子居然来到了四皇子的寝宫 想要给其道歉 只因先前他养的小狗不小心吓到了四皇帝 不好好道歉的话 他心里总归意不去 他找了半天 终于在一间房附近听到了一阵水流的哗啦声 于是他从窗边凑近一看 房内雾气缭绕 他的四皇帝正在洗澡 这令他瞬间脸红 不过想到大家都是男子 好像也没什么可害羞的 看就看吧 可下一秒 他就看到了四皇帝因为手太短半天 够不着衣服的一幕 这令他十分生气 心想伺候的工人都跑到哪里去了 而正当他想进去帮忙时 又看到四皇帝从浴桶中爬了起来 后被全是伤的一幕 这令他心头一震 好奇皇帝到底经历了什么 于是他就在这浴房门口一直等 终于等到四皇帝洗好澡出来了 他担心四皇帝是遭到了工人的虐待 于是便一路小跑紧跟上了四皇帝的步伐 可实际上 四皇子其实已经察觉到了二皇子的存在 只是他没好意思戳穿 不知道二皇子一直跟着他究竟是想干什么 该不会是还在惦记他白日里踩的那一脚吧 果然是小孩子 藏都藏不好还记仇 与此同时 二皇子躲得忐忑极了 害怕自己该不会是被发现了吧 虽然他现在很想上去打招呼 但以四皇帝现在对他的好感度 大概率会把他当成画本子里的变态偷窥吧 可等等 四皇帝又走了 而且那个方向好像是荷花糖 那里地处优品 四皇帝又不善水 去那里做什么呢 而等到了荷花糖后 他便跟丢了 没办法 他只好暴露自己大声寻找起来 四皇帝 你在哪里 能听见吗 而四皇子此刻 其实就在二皇子附近的一片草落边蹲着 他作为一个合格的恶毒女配 在这月黑风高夜 总得干点什么拉拉仇恨吧 紧接着他便将手中的狮子猛的遗志 荷花糖内立刻就传来了一阵扑通的落水声 二皇子迅速回头 以为是四皇帝落水了 他身为恶毒女配 费尽了千辛万苦 想让男主讨厌他 却怎想这个男主呆呆傻傻 反倒喜欢上了他 而在刚刚 他就只是将一块石头扔进了池塘而已 结果男主二皇子听到水声后 就紧张得不行 以为是他落水了 于是二皇子着急忙慌地往池塘跑去想要救他 可下一秒 却被他故意放的树枝给半短跌落了水中 见二皇子在水中挣扎 他又故意站到了岸边 因为他想让二皇子知道这是他干的 让二皇子记恨他 至于二皇子的安危 那河塘的水其实根本就不省 估摸着就只到腰而已 不会出事的 可当二皇子脱险后 其实根本就没看到身为幕后凶手的他 甚至二皇子还在河塘里暗自庆幸 幸好四皇帝没落水 是自己听错了 可正当他想要爬出河塘时 胸口竟突然一脚 完蛋了 居然偏偏在这时候发病了 与此同时四皇子刚从别的房中拿了一份伤寒药出来 只因夜里寒凉 像他这个年纪的小娃娃大晚上夜行 若还不及时服用伤寒药的话 明早肯定没感冒 可下一秒他就发现面前有两个宫女正焦急的在原地打断 怎么还是没有二殿下的踪迹啊 怎么办怎么办 若是被皇贵妃知道二殿下不见了 一定会要了我们的命呢 四皇子听到后奇怪 难道二皇子还没回去吗 他记得二皇子会水的呀 突然间 系统在他脑海里跳出来说忘了件事 男主体质特殊 天生有心急 而他听后便快速折返向荷花塘跑去 果然在荷塘边看到了摊在地上的二皇子 由于系统的信息出现了严重披露 作为补偿便利用神之手帮他将二皇子突发的心急给压了下去 可二皇子现在看上去依旧虚弱 应该是因为在这寒夜之中入了水着凉了 而他刚刚拿的伤寒药只有一人份 根本不够他们两个人用 现在该怎么办 算了 看其这副样子还是给二皇子用的 于是他将风寒药丸塞入了二皇子的口中 紧接着再用荷叶盛水给其位了下去 二皇子的眉眼逐渐舒展开了 隐约间 他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在身边 可当他次日醒来后 身边坐着的却是大大的母妃 母妃一脸担心 问他怎么会昏倒在荷花堂呢 他撒谎说是自己一时贪婪不慎落水了 紧接着便反问母妃 自己是怎么回来的呢 母妃告诉她 是宫里那两个侍女把她带回来了 现在已经被罚去面壁了 她听后替侍女求饶 请母妃不要责罚她们 母妃想了想答应了她 让她好好歇息 而等母妃离开房后 她便一直在床上思索 虽然母妃说她是被宫女救回来的 可她却隐隐觉得不适 那模糊的身影道更像她的四皇帝 与此同时 她四皇帝的卧房内 正不停传出阿提阿提的声音 没有及时服药 而得了风寒的四皇子 此刻正怨念满满的缩在被窝里 而今日还偏偏是 她死去的母妃下葬的日子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她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书中的恶毒女配 任务则是欺负男主 让男主恨她恨到牙痒痒 可没想到 男主越被她欺负 反而对她越爱 就连她在生母的灵堂上吸个鼻子 男主都会站出来替她遮挡 原来男主是以为 她小小年纪看似要强 心里肯定因母妃的过失伤心得很 难免会有忍不住想哭的时候 可实际上 她这个快穿过来的女配 其实对死去的生母 根本就没有感情 只是因为昨晚得了风寒 不小心流鼻涕了而已 而此刻男主二皇子 还在安慰她节哀 若是伤心便哭吧 不用忍着 然而换来的却是她的一脸冷漠 我不爱 你让开 皇帝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少管闲事 她伸手将二皇子推开了 可下一秒 她竟脚下一个不稳 差点滑倒 幸好二皇子及时搂住了她 可她却已愿抱得在 二皇子右脚猛的一踩 二皇子疼得缩了起来 她则一脸阴冷地警告道 少假惺惺的 下次我可就两只脚一起踩 二皇子听后吃惊 不明白四皇帝 昨晚明明救了她 为什么今早又变得 跟她恶言相向了呢 可下一秒 她就从前来祭拜的妃子们 口中明白了些 原来这灵堂上 几乎所有看似来 祭拜她四皇帝生母的人 无意不是在 对她皇帝冷嘲热骨 那四皇子真是无情 她生母也是活该 真累死老娘了 还要来演戏 快看她呀 生母死了还一脸冷漠 真有意思 就是一条白眼狼 虽然四皇子早就知道了 这些对她的言论 但她却毫不在乎 可在二皇子眼里 却对这个四皇帝心疼极了 她不信四皇帝 真是个无情的人 不然昨夜怎么会救她 这时 皇后娘娘忽然 从人群中走来靠近四皇子 紧接着便摸了摸 四皇子的头安慰道 别难过 本宫会好好照顾你的 随后 四皇子便跟着 皇后娘娘回宫了 路上 皇后突然问四皇子 你和二皇子 方才好像有所交谈 不知你们二人 说了些什么呢 没什么 二皇兄不过是 让我急而已 皇后听后冷笑 在心中调侃他们 可真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紧接着便对四皇子叮嘱道 你可千万别被 你二皇兄他们哄骗了 你二皇兄的生母 和你生母平日里 向来不和 日后你可得小心点 四皇子知道 皇后是在她面前 挑拨离间 但她并不在意 于是假装乖巧地 答应了皇后 儿臣知道 母后是对儿臣最好的人 别人都不过是 续情假意而已 皇后听后满意地 摸了摸她的头夸 她是好孩子 与此同时 二皇子那边 也被母妃叫去了寝宫 母妃问她 今日四皇子生母的祭奠 你也去吧 你觉得四皇子为人如何 二皇子老实交代 大家都说四皇帝天生冷静 对生母的事实 都一脸冷漠 但是说得不错 四皇子连母亲的事实 都无动于衷 真是无情 你可得注意些 二皇子一愣 没想到她话还没说完 竟被母妃打断 原来母妃并不喜欢四弟啊 女伴男装的四皇子 一心就想要欺负二哥 却没想到二哥总是误会她 以为她是在为自己好 而她今天的任务 是要偷袭二哥 此刻她的二哥正在练剑 一朝一世都舞得有模有样 年仅几岁 能有这样的功夫着实不错 这让她更加兴奋了 拉起弹弓就准备 给二哥制造点麻烦 可当狮子刚打出去时 二皇子就敏锐地 察觉到了有人偷袭 紧接着便将那狮子 反向一拍 狮子就重重地 打回了来偷袭的他身上 而当二皇子在看清来者 竟是他后边 一脸抱歉地跑了上来 皇帝你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是你 你别碰我 对不起皇帝 我刚才是以为有人偷袭 我没有 你也没有证据 可他的手现在 还紧紧地抓着弹弓呢 这算不算证据 虽然这件事是他偷袭在先 但他却偏偏将责任 全推到了二皇子身上 我现在身上 有被狮子砸伤的证据 所以无论这件事 怎么说都是我有理 紧接着他便转身就走 留下二皇子一人 在原地发呆 二皇子十分愧疚 自责自己好像 又惹四皇帝不开心了 而几个奴才 在听到这边的动静后 便迅速赶了过来 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二皇子不言 突然树枝上 有条毒蛇爬了过来 下一秒毒蛇 便张开毒牙发动的攻击 二皇子察觉后 迅速将毒蛇 披成了好几顿 而这时他才反应过来 原来四皇帝 是早就察觉到 这树上有毒蛇 方才偷袭是为了救他 天啊撸 四皇帝也太暖了吧 与此同时 正走在回府路上的 四皇子突然赶了个喷嚏 他十分疑惑 难不成是又犯风寒了吗 等回房后 他便将衣衫敞开 处理起了 刚被狮子打上的伤口 锁骨处全是瘀青 他愣是一声没坑 忽然门外有侍女来禀报 说二皇子殿下派人 送来的药膏和好些补品给他 可他听后却一脸不耐烦地 让侍女都丢了 因为他现在的一举一动 几乎都被皇后监视着 皇后不喜他与二皇子交好 所以他当然也不敢借二皇子的东西 而明目张胆地拒绝 二皇子送药 当然是做给皇后看的 目的则是为了博得皇后的信任 毕竟皇后无法再生育 她是皇后唯一的妻子 果然 皇后在听闻身为四皇子的 她对二皇子颇为不满 且将二皇子送来的药 直接扔了出去的事后便大喜 看来四皇子是个能看清局势的 没有辜负她的期待 是该好好培养培养了 紧接着她便吩咐嬷嬷去准备一下 过几日就让四皇子去上书堂 和皇子们一起上课 她既是个冷血无情的恶毒女配 同时也是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任务则是让男主二皇子讨厌她 因此她需要不停跟二皇子作对 可男主却总是对她百般容忍 甚至还对她越来越好 这让她嫩了闷 究竟是哪里不对了呢 既她将二皇子好心送给她的药 都丢了出去后 她便被皇后安排进了上书堂学习 恰好二皇子也在 而且正被同学们围着呢 原来是二皇子正在写字 那一首好字让周围的同学忍不住赞叹 而她则趁这事选择了二皇子前面的座位 在了二皇子刚写好的字上 二皇子吃惊地看着她 同学们也都被吓了一条 她则漫不经心地道了个歉 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二皇兄应该不会怪自己吧 二皇子低沉着脸 又想到了昨晚四皇帝 将她送的药全给丢了的那事 便猜想四皇帝该不会还在 因为御花园那件事生他气了 罢了 她淡淡地对四皇帝说了句下次诸语 可没想到四皇子竟更加过分了 她假装帮其整理桌面 却将燕台扔到了地上 又假装帮其清理纸面 却用沾满墨汁的手在纸上反复揉捏 最后又顶着个无辜的眼神向二皇子道歉 皇兄你千万不要误我 我真的只是想帮你 可是个人都能看得出 她明明就是故意的 现场顿时陷入了一片低气压 眼看着二皇子好像真的生气了 四皇子便在心里得意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了 可下一秒 二皇子竟只是拍了拍她的肩 对她嘱咐了一句 日后可要注意些 万不可再这样毛毛躁躁了 这让她顿时无语 没想到二皇子这人居然是个忍者神龟 这时上课的钟声敲响了 在一整天的课时结束后 同学们便忍不住议论起了 今日课堂里的奇怪现象 原本聪慧的二皇子 今日居然一脸心不在焉 连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 反观第一天来的四皇子表现就突出多了 简直对答如流 不过四皇子好像一直在针对二皇子 与此同时 下课后的二皇子突然叫住了四皇子 还一脸认真的说想跟她谈谈 或许他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可她却直接甩了个脸色说没有 于是二皇子又问她今日为何如此 她便怒吼道 因为我一直都不服 我不比你差 凭什么你处处都压我一头 二皇子听后一正 好像瞬间明白了些什么 眼看着四皇帝愤愤离去的背影 他若有所思 而在四皇子上了几日学堂后 皇后便将他叫来了跟前问话 皇后问他功课的结果如何 他则如实比报 父皇对我的功课十分满意 不过却说我的诗杀气太重 唯独喜欢二皇兄的诗 还特意给了二皇兄赏赐 不喜欢你的诗杀气太重 那你日后便要注意些 切记一定要让你父皇满意 并且绝不能拒人之后 特别是二皇子 她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任务则是欺负男主 让男主讨厌她 可没想到 无论她怎么欺负男主 男主都对她百般容忍 看来她是时候上点手段了 只见她私底下将上书堂的同学们 找来了大阪 通过威逼利用 伙同这些同学们 帮她一起去欺负二皇子 而此刻 二皇子正在亭内看书 忽然间附近的草丛 就传来了嘻嘻嘶嘶的声音 紧接着她便被同学们团团围住 她冷下脸 问他们这是作甚 四皇子则出现在人群回应道 听闻二皇兄武功了得 我们特地来讨教讨教 随后就见四皇子一声令响 同学们便都朝二皇子扑了上去 可二皇子只是微微一抬手 体格最大的那个 就直接被她派飞了出去 紧接着她便脚尖轻点 从地上跃起 原先包围她的同学们 都被踩倒在了原地 只几秒钟 前来宣战的人几乎就全被打败 而且是被一个人 只见她严肃地看着四皇子开口了 四皇帝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说了吗 四皇子沉下了脸 看这样子就不打算好好说话 且下一秒 她就突然扑上去 用力咬住了二皇子的肚 二皇子吃痛地咬住了牙 同学们看到后都大叫着屎肚 可她却依旧咬着不放 还恶狠狠地瞪着二皇与其对视 她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为了能让男主讨厌她这个反派 每天她都在努力跟男主作对 虽然她不会武功 打不过身为男主武力之高强的二皇子 但气势上她却绝对不输 哪怕不要这个脸 她也要咬伤二皇子的腿 二皇子质问她 难道她就不怕自己把今天这事告诉父王吗 然而她却求之不得 最好二皇子能恨她恨到牙痒痒 可没想到当侍卫们赶来时 二皇子竟依旧像往常一样选择了袒护她 明明她都将其咬伤了 二皇子却跟侍卫撒谎说是在这里跟她聊天 等侍卫们都退下后 二皇子又温柔地向她伸出手想将她扶起 称她现在还小没练过 肯定打不过自己的 但自己会等她长大 等她光明正大的胜过自己 可尽管二皇子带她如此宽容 她却蛮横地拍开了二皇子的手不服气的离开 这还是她执行了这么多次任务后 第一次气急败坏到这种地步 真不知道这种幼稚的小孩找茬游戏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可没办法 依旧每天都在努力地跟二皇子作对 这原本是二皇子在考试时写的重要文章 结果却被她涂上了乌龟 在二皇子设法时 她便把把给砸了 随后还当作无视发生般离开 再没想到怎么整二皇子时 她便白天在军营练武 晚上在房内攻读诗书 渐渐地 二皇子已经被四皇帝整习惯了 而近几日 四皇帝很久没来整她 让她都有些不习惯了 她担心莫不是入秋后 四皇帝受寒着粮生病了吧 而当晚 四皇子便浑身是伤地回到了房间 这几日 皇后娘娘对她可狠了 不仅把她塞到军营训练 还完全不让大将军 对她这个小孩手下留情 宫女们都忍不住在路上议论了起来 四殿下最近回来 身上总是轻一块子一块的 皇后娘娘也完全不制止一下 只管这四殿下优秀 毕竟不是轻生的呀 而这些话 都被前来探望的二皇子听到了 于是她中途来到了太医院 打算弄些商药后再去看四皇帝 可太医院的门还没进 她母妃竟忽然出现叫住了她 还严厉地质问她大晚上的来着干什么 她知道母妃不喜欢四皇帝 若知道她是来给四皇帝拿药的话 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于是便故意撒谎说是路过 可她母妃其实早就已经看透了她的小心思 还指明不要以为不说母妃就不知道了 她其实一直以来都在纵容四皇子那个小狼崽子 结果呢 她对那四皇子处处忍了 四皇子又是怎么对她的 这段时间工人们怎么说的 难道她还不知道吗 二皇子一正 过去四皇子对她的嫌恶一目目地浮现在了她的脑海 或许四皇子是真的很讨厌她吧 而她母妃还在继续说着 她们本就与皇后的势力势同水火 既然她生于皇家 那跟四皇子就注定是敌人 而她为了这么一个恩将仇报的狼崽子 撒谎欺骗母妃真的值得吗 四皇子听后垂下了头 双手紧紧钻紧的衣衫 紧接着便被母后命令回房去 还令人看管好她 这几日不许她再来太医院 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个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为了能让男主讨厌她这个反派 她每天都在努力跟男主作对 可没想到 男主不仅不讨厌她 还时时刻刻关心着她 甚至不惜故意受伤 就是为了能有机会从太医院拿到伤药送给她 可这好心换来的 却只有她这个恶毒女配的冷眼相待 原来 在身为男主的二皇子知道了四皇帝受伤后 当晚便偷偷跑来了太医院拿药 只是中途被母妃发现了 母妃不喜欢四皇帝 于是她就被赶回去软禁了起来 可次日 她又借着去给父皇狩猎做塔子的油头溜出了城外 母妃听她是为了讨好皇上而出去的 便没有多做追究 而在城外的山林内 她才没狩猎多久便打算单独行动 让身后的下人们都不必跟着 只见不远处的草丛中 正有只东西在里面稀稀疏疏 她拉弓瞄准 却在下一秒看见原来是一只白狐 在可怜稀疏的舔尸伤口 她心软了 因为白狐这独自舔是伤痕的样子 让她联想到了四皇帝 她四皇帝也是这样 小小年纪没了母亲 浑身上下满是伤痕 于是她放过了这只白狐 一个计划也从她心中油然而生 而到了下午 整个太医院便乱做了一团 宫内传言是因为二皇子 今日上山狩猎时突发心境 从马上跌了下来 皇贵妃因此发了好大呼 可没想到次日 受伤的二皇子竟依旧来了学堂 学子们都围在二皇子身边叽叽喳喳 问二皇子的情况怎么样 而且还有人询问 下一月可就是射箭大赛了 二皇子他一向是第一的 要是垫底了该怎么办呢 没想到二皇子竟说无碍 再养歇时日自然便会好 紧接着他一抬眼 目光就落在了四皇子身上 可四皇子却别开眼眸 在他前桌坐下 学堂内依旧喧闹 很快先生便来教书上课了 等到半天的课业结束后 二皇子竟突然叫住了四皇子 随后便从怀里拿出了太医院 给他用来治疗外伤最好的膏药 因为他知道四皇帝最近老被放到军营训练 弄得全身是伤 便让四皇帝拿回去先用着 可没想到这好心换来的 却是四皇子的冷眼相待 二皇兄 你这是在施什么 是不是我这个不受宠的皇子 只要沾沾你的光 便是莫大的福气了 二皇子听后拿着药瓶的手突然顿住 随后便跟四皇帝抱歉 是自己多事了 他将药瓶放到了桌上 让四皇帝随意处置 而四皇子在他走后也撇了那药瓶一眼 却终是没拿 是个女扮男装的恶毒女配 快穿过来的任务就是跟男主作对 可无论他怎么欺负男主 男主都对他百般容忍 甚至不惜故意掉马 就是为了拿到太医院给的疗伤灵药送给他 可他对此却一无所知 甚至还对男主的好意视而不见 直到这日 他在太医院附近偷听到了男主掉马的真相 原来 二皇子声称突发心急不小心掉马纯属放屁 因为二皇子的心急早已痊愈 八成是故意摔的 这让他的眼眸不自觉地沉了下去 随后便偷偷前回了上书房 把先前二皇子药送给他 却又被他拒绝掉了的伤药再拿回来 虽然他口中骂着二皇子是个笨蛋 心里却有颗种子在不知不觉中发了哑 次日 他又在军营中结束了一天的魔鬼训练 而在接下来的半月内 大将军因为有失特许他回去歇息半月 之后再来抽查他的骑射 而他强称地送别了大将军后 便钻回了自己的马车上 下一秒他便浑身一软瘫坐了下去 腹部还不停传来阵阵剧痛 不过幸好 他刚才在将军面前还是撑住了 不然若是被将军知道 把他送去太医院让太医进了身 他女伴男装的秘密可就瞒不住了 而等马车到了宫门后 他便下车打算一个人走回去 雪地上深深浅浅地留下了他小小的脚印 他则尽力捂着腹部的伤口往回赶 可半路 他竟很不巧地跟二皇子横约 只见二皇子突然凑上来问他怎么在这里 而他还没来得及回答腹部 就猛地传来一阵刺痛 二皇子担心地问他怎么了 是不是受伤了 他则还是一脸凶狠地让二皇子少管闲事 可他走路的步子却明显摇晃了不少 只一阵风吹过 他便倒了下去 二皇子急忙冲上来将他接住 却发现他明明长高了不少 身体却十分轻瘦 而此刻的他则像只受惊的小猫般 用力挥舞着爪子想要从二皇子怀里挣脱 可二皇子却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打算亲自送他回去 完了 他的视线开始模糊了 嗓子也快发不出声音了 只在晕过去前最后听到了二皇子的一句话 别怕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随后便晕了过去 只见二皇子快步将晕厥地他抱回了房间 守门的宫女们看到后都惊呆了 嘀咕二皇子和四皇子不是一项水火不容的吗 怎么凑一块去了 等四皇子被送回了房间后 二皇子就赶紧给他盖上了被子 紧接着便冲身后大叫道 太医呢 太医到了没有 可显然 太医到现在都还没到 二皇子一脸担忧地看着床上的四皇帝 心想果然 皇后到底不是他四皇帝的亲生母亲 只是把四皇帝当成一颗妻子吧 而不一会儿 太医才姗姗来迟 二皇子赶紧命令太医去给四皇帝查看一下腹部的伤口 可糟糕的是 这恰巧是四皇子最害怕的事 他隐藏多年的女儿身难道就要暴露了吗 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书中的恶毒女配 这是他距离女儿身暴露最近的一次 太医即将掀开他的上衣检查他腹部的伤口 结果上一秒还在晕厥的他立刻就苏醒了过来 还一把抓住了太医的手命令太医滚开 二皇子赶紧走了过来叫他快放手 太医是来给他治疗伤口的 可他却强撑着做起身 让太医去开一些治疗内伤的药就好了 不用检查身体 二皇子见他这样 便问他如此固执是何苦 明明都已经虚弱到昏迷了 既然太医在这 就不妨让太医看看 他只好再次对二皇子冷嘲热讽了起来 二皇兄 你今天的关心是不是有些过了头 还是说你想看我的笑话 二皇子听后一阵 气氛顿时陷入了一阵沉默 片刻后 二皇子便转过身走出了门去 让他好好保重身体 而他看着二皇子落寞离去的背影 心中也很不是滋味 但任务在上 他不得不如此 随后他便让太医去开几副活血化鱼 之内伤的药来 房内的其他人也都被他潜了下去 时间就这样如白鞠过西班过了好几年 皇子们都长大了 四皇子的武艺也比以前大有进步 只见他在花园内挥舞着长鞭 可下一秒他的鞭子竟突然被二皇子抓住 他只好无趣地将鞭子收起来调侃了 二皇兄真是闲啊 每每都能遇见 二皇子则对他的武艺夸赞倒 四皇帝的武艺真是愈发精进了 可四皇子却冷笑 皇兄这说的是什么话 你现在可是最受父皇看中的皇子 李悦舍御叔叔接在我之上 而二皇子听后却让他别这么说 父皇其实也很看中他的 可他却故意曲解二皇子的意思 呵呵 我知道我现在不如你 难怪你每次回宫请安后都要偶遇我 目的就是为了炫耀一番吧 二皇子无奈 总感觉四皇帝这些年好像愈发与他梳理了 随后就见四皇帝挥手跟他道别 称师会在即就不奉陪了 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书中的恶毒女配 为了能让男主讨厌他这个反派 他每天都在努力跟男主作对 可男主非但对这样的他不讨厌 还对他的恶言恶语百般容忍 这甚至连侍卫都看不下去了 在背地里偷偷问身为男主的二皇子 这是何必呢 四皇子品行乖利 宫中的人都避之不及 而且听说今儿一早 四皇子殿下又宠幸了一位新来的美人 小小年纪都已经这样贪图美色了 而二皇子听到之后脸色立刻就拉了下来 随即便警告侍卫不准妄议 而在他回去后 母妃又在他身旁叨叨着 他则一脸心不在焉 脑中一直回荡的那句 他的四皇帝今儿一早又宠幸了一位新来的美人 直到母妃突然立声叫了句 你可有在听本宫说话 他这才回过了神来 母妃十分奇怪 心想这孩子长大后虽然沉稳了些 但心思却愈加难猜了 随后 他便故意在儿子面前发话说其年纪也不小了 该到了选择皇子妃的时候了 且不等儿子开口 他就已经替气决定好了 让儿子今日便赶去丞相府试会 丞相的千金很不错 让儿子好好表现 二皇子听后沉默了片刻 淡淡地应了声势 而在二皇子走后 贵妃便问侍女事情都准备好了吗 见侍女点了点头 他便露出了一个危险的笑 他也只能在心里期望儿子别怪他多事 要怪就怪儿子对四皇子那个小狼仔子太过优柔管了 既然如此 他也只能帮儿子一把 而在另一边的丞相府内 许多达官贵人都汇聚在此门庭若氏 且连四皇子也在 因为他早就已经听闻丞相府嫡女的事了 其实丞相府嫡女是近日突然名声大涨在京都出名的 而今日丞相便请王孙贵族 想必是想挑一位成龙快雪 且他若是没猜错的话 丞相最重要的女婿便是身为男主的二皇子 而这位丞相府的嫡女 应该就是当前未面的女主了 系统在他脑海里还补充道 当前未面的女主其实是个从现代穿越过来的女杀手 那会儿丞相府嫡女还是个十分丑陋的样子 可在几日后 原本背着无言之名的丞相府嫡女 竟奇迹般的改头幻面 自此开始大放光芒 并在这次试会上和男主定情后一飞冲天 没错 就是穿越女嫁皇子的老掉牙剧情 而他当然对男女主的感情线没多大兴趣 因为他身为恶毒女配的任务是长大后谋反 最后死在男主手中 所以他来此次试会 当然是为了跟男主作对的 可没想到下一秒 他竟在一处隐蔽的洞穴中偶然见到了一具婆子的尸体 婆子浑身鲜血淋漓 怕是死前遭过不少折磨 系统在脑海里告诉他 这死的婆子应该是女主身边的萌萌 这也意味着丞相府怕是不太平 看来丞相府上应该有跟女主作对的人 因为这世间 越是华丽的锦衣下藏着的东西就越是腐臭肮脏 而他继续走着走着 又听到不远处传来砰的一声 只见一女子将一婆子猛地踹倒在地 还大声对倒地的婆子质问道 说 灵婆在哪 而这位看似有些嚣张跋扈的女子应该就是当前未免的女主 这丞相府的大小杰了 而那被踹倒在地的婆子则满脸情慌 表示完全不知道大小杰在说些什么 自己只不过是奉了夫人的命令来送早饭的 然而大小杰却趾高气昂地继续质问道 平日里的早饭明明一直是灵婆送了 今天为什么换了人 地上的婆子则哆哆嗦嗦地摇着头 结果就被大小杰突然钳住了喉咙再次质问道 你难道还要继续装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这饭室里加了什么 可下一秒他竟看见了身后有人闪过 于是他便迅速抛下婆子让侍女把人看管好 随即便追了上去 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没想到本是来推进男女主感情线的他 竟被男女主同事看上了 男主哥哥对他日久生情 目光一直定格在他身上丝毫未夷 女主姐姐则对他一见钟情 甚至一直在暗地里对他眉目传情 这到底是怎么肥死 剧情怎么歪成这样了呢 原来就在刚刚 身为恶毒女配的他在发现了洞穴中婆子的尸体后 竟又见到了女主 于是他为了推进剧情 便故意被女主发现 随后又将那婆子尸体的位置告诉了女主 心想女主反正早晚会找到的 可就是这个不经意间的举摸 竟惹得女主的内心小鹿乱撞 这感觉好似情斗触开 心想四皇子难道是在帮他吗 于是在之后的诗会上 女主便一直在看着他 然而他却毫无察觉 只自顾自地吃着桌上的美食 反正今日也无需他出风头 只要他在这坐着不打脚男女主眉目传情便好 可事实上男女主哪有在眉目传情 双方的视线明明都在他身上 女主见四皇子对他们府内准备的吃事如此感兴趣 便忍不住偷笑 心想这四皇子明明如此可爱还帮过他 为什么人人都传这四皇子好似很辣吗 而二皇子则去悄悄吩咐人 把四皇子杯中的烈酒换成了果酒 只因他刚才见四皇帝再饮了一口酒后皱了眉头 便猜测四皇帝不洗烈酒 且现在看来好像确实如此 可就在他得意的拿起酒杯时 竟偶然发现这丞相府的大小姐一直在盯着他四皇帝看 且这神情应该是看了很久 难不成是瞧上他四皇帝了 这令他内心顿时冲出一股醋意 与此同时四皇子也注意到了女主的视线 可女主见他发现后却只是微微一愣 紧接着便端起酒杯对他笑了笑 这令他有些不明所以 可下一秒他又看到了二皇子一脸阴沉的表情 便以为二皇子难道是怕他抢了丞相千金 所以吃醋了吗 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没想到本事来推进男女主感情线的他 竟被男女主同事看上了 女主看他的眼神泛着花痴 男主则吃起了他的醋 于是便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后 暂时离开了宴会场 这样男主应该就能好好跟女主眉目传情了吧 可他明明只喝了几口酒 竟突然觉得头好昏沉 就连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 身体摇摇晃晃 而就在他重心一个不稳即将倒下时 身后竟突然冒出来了个侍女 只见这侍女一把将他扶住 还贴在他耳边娇媚的青男道 四殿下您醉了 奴家这就扶您去歇息 而在这不经意间 他的玉佩竟从腰间滑落掉在了地上 很快他便被侍女带进了客房 而且还将他压在了身下 随后就见侍女的手 开始不停在他脸边摸索 还用极其诱惑的声音对他说着 四殿下 您看起来很难受吗 奴家这就来为您解解热 随后便伸手迫不及待地解开了他的衣带 可没想到在下一秒 四皇子竟强称的最后一丝理智 突然用力掐住了侍女的脖子 因为他知道 倘若他的衣衫被解开 他瞒了多年的女儿身 恐怕就要暴露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宴会上 二皇子见四弟都已经离开半天了 还没回来 便也离开了宴会决定去寻四弟 恰巧这时他发现了 在园中掉落的玉佩 记得这玉佩乃是四弟的贴身之物 怎么会如此粗心掉落在这里呢 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书中的恶毒女佩 这是他距离女儿身暴露最近的一次 重要的他居然把自己的皇兄 拉进了玉盆里 想要其微自己疏解 好难受 好想好想 二皇子则面红耳赤的盯着他 嘴里不停喃喃着不渴 万万不可以 原来就在刚刚 四皇子竟被侍女下药压在了身下 想以此来毁掉他的清白好 让自己成功上位 可没想到他竟强撑的最后一丝理智 掐住了这侍女的脖子 还把侍女直接给甩了出去 侍女被吓得落荒而逃 中途裙子还被门栏勾掉了一脚 刚巧二皇子在花园寻四弟时 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于是便寻声赶来 随后就看到门口有女子的衣物在飘 这让他的脸顿时一红 心想四皇帝可真是胡闹 若是被父皇知道就糟了 于是他推门而入 没想到看到的竟是四皇帝 整个人倒在了地上 难道是受伤了吗 可当他将四皇帝抱起时 又发现了不对劲 四皇帝身上好烫 就像是中了药板 且四皇子自被抱起后 就不停往二皇兄身上贴 嘴里还不停喃喃着好凉 好舒服 二皇子知道 四皇帝现在这个样子 绝对不能让别人看见 于是他的视线便落在了一旁的浴盆上 紧接着便吩咐暗卫 去准备些东西看好人 随后 一件干净的换洗衣裳 和一盆凉水就都被好了 二皇子抱着面红耳赤的四皇帝 说了声抱歉 冒犯了 可正当他准备将四皇帝 放进水盆时 四皇帝竟突然将他一抓 导致两人一起跌入了水盆中 此刻二皇子心跳得极快 四皇子则在他身上到处乱摸 而且嘴里还不停喃喃的 好难受 好想好想 而他则盯着四皇帝面红耳赤的不幸 嘴里也不停喃喃着 不渴 四帝 万万不渴 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书中的恶毒女配 原本小心翼隐藏了自己的女儿身十八年 没想到这次居然要暴露了 只见重要的他一把将二皇兄拉进了浴盆里 想要其微自己疏解 好难受 好想好想 二皇子则面红耳赤的盯着他 不渴 万万不可以 突然间 他竟将二皇子翻了过来压在了身下 眼看着两人的唇瓣即将贴上 没想到下一秒 四皇子竟倒下晕了过去 而二皇子的心脏依旧跳得很快 看着怀中的人儿面红耳赤的模样 心想四皇帝方才肯定是要笑发作了才那样的 突然间 门口传来了一阵护卫和女子的吵嚷声 大小姐您这是要去哪 退下 不准跟着我 二皇子听到后立刻警惕地将四皇帝护在怀里 听声音应该是这丞相组的大小姐王黎月 果然 王黎月正在这附近左顾右盼地找着谁 原来是他心仪四皇子 见四皇子离开宴会多时往这个方向来了 便好奇地追了上来 只是一直没找到四皇子的人影 突然面前一道黑影闪过 他立刻回头大喝了一句什么人 结果就看到二皇子提着见一个闪声朝他挥了馆 好在他反应灵灵避开了 可二皇子的袭击却让他觉得十分奇怪 问起来此处干什么 而且浑身还是成了这样 二皇子则借口说 自己乃是不身落水侮辱此处的 非礼物事 王小姐可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而王黎月本就对这二皇子没什么兴趣 只问了一句可有看到四殿下吗 见二皇子摇了摇头 他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毕竟听闻四皇子和这二皇子一向水火不容 既然二皇子在此处 那四皇子应该是不在了 而等他走后 二皇子便转身回了屋内 本想着四皇帝体落 须尽快换上干净的衣服 可没想到刚一进门 竟发现内里早已空无一人 突然侍卫告诉他 四皇子方才醒来后便自行离开了 问要不要追 而他眼眸沉了沉后 便跟侍卫说了句不必 四弟无事便好 与此同时 丞相府的后花园内 那个先前给四皇子下药的侍女 竟遭到了一个人的追捕 只见他满脸惊恐 眼看着那人朝他越靠越近 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书中的恶毒女配 没想到身中魅药使的他 竟差点把自己的二皇兄给飞里了 好在丞相府的大小姐 无意间闯入了这院子 二皇兄留下他独自出门应对 才让他裹过了一几 不然他若是在二皇兄面前 暴露了女儿身 麻烦恐怕是源源不断的 而他在浴盆的冷水中 泡了一会儿后便恢复了些意识 但若二皇兄折返回来的话 他的身份还是会有暴露的危险 于是他便立刻拿起了一旁的小刀 在手心滑了道口 一阵强烈的疼痛感 瞬间占据他的神经 这样的话就清醒多了 而另一边 黄贵妃刚收到了他们 陷害四皇子计划失败的消息 只见侍女跪在地上 一个劲地求饶解释 称那四皇子确实是中了药 而且那药必须得有过 肌肤之亲后方可缓解 依侍皇子那一项好美色的性子 肯定是把持不住的 不知为何会这样 黄贵妃听后大手一拍 恶狠狠地朝着侍女大声 骂了句废物 紧接着便打算出门 可没想到门口竟停着一辆 马车好似已经恭候他多时 于是他好奇地前来探了他 竟看到他派出去 魅惑四皇子的侍女 被绑在了车厢内 而且还被折磨得十分难堪 这可把他吓得连连后退 而在入夜后二皇子的府邸 二皇子自从丞相府回来后 便一直把自己关在房内腾抄经文 烛火添了一盏又一盏 经文也是抄了一遍又一遍 可这么多修心养性的经文 却还是无法平复他的内心 因为今早与四皇帝相识的那一刻那一秒 实在让他久久无法忘怀 突然间他握笔的手一颤 一滴莫知便从笔尖滴落乌了这经文 这令他又莫名烦躁了起来 不知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了 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没想到本是来推进男女主感情线的他 竟被男女主同事看上了 这日是秋寿之日 身为男主的二皇子 竟一路羞红着脸盯着他这个四皇子看 这令他疑惑不已 而下一秒 身为女主的丞相府千金王黎月 又凑了过来约他一起鄙视 可他记得原剧情中 女主不是应该去找男主鄙视的吗 怎么找到他这个女配上来了 于是他便拒绝说自己更想一个人待着 树不奉陪 本以为这样男女主就能好好发展下感情线了 没想到在他离开后男女主却吵了起来 王小姐 你一个女儿家总是来找一个男子 怕是有些不妥吧 我四皇帝年纪虽小 却也知道男女受受不亲的道理 怎么 二殿下似乎不喜欢我和四殿下站一起啊 看着还跟吃醋似的 虽然你我长辈欲让我们结亲 但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我王黎月才不屑于那些迂府的礼教刚长 我记心悦四殿下 便会为自己争取的 随后 王黎月便驾马往四皇子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 二皇子则愣在原地有些赶伤 好像他的四皇帝真的长大了 已经从当初那个倔强俱傲的小孩 长成了一个瞩目耀眼的皇子 未来 四皇帝肯定会娶皇子妃 亦会有儿女 想到这 他的手就不自觉地钻紧了僵绳 紧接着便将马掉头往回走 看来他确实不该对四皇帝干涉过多 与此同时另一边 四皇子也感受到了女主王黎月对他有些不一样 王黎月好像十分喜欢同他讲话 虽然他觉得有些过躁 却也并不讨厌 突然间 他附近的草丛内竟传来了几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暗原书的剧情 今天好像是皇贵妃派杀手来刺杀他的日子吧 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书中的恶毒女配 没想到本是来推进男女主感情线的他 竟被男女主同事看上了 而他为了不打扰男女主之间培养感情 便只身一人走进了树林 只是没想到此刻的剧情 居然已经提前进展到了皇贵妃派人来刺杀他的时候 只见这原本安静的树丛内 突然传来了几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他察觉到不妙 便立刻论马开始狂奔 果然树丛内一瞬间冒出了大量刺客 而且他们一边追还一边嚷嚷着 今日一定不能让四皇子活着离开 而在四皇子加速逃跑的途中 竟有一个刺客杀到了他马边来 于是他立刻从腰间抽出长剑 下一秒便把这刺客当场结果 其他的刺客在看到他的身手后着实吓了一跳 本以为四皇子只是略通武艺 没想到居然这么厉害 但皇贵妃早已给他们下了死命令 所以无论如何 他们都绝不能让四皇子活着出这片林子 可下一秒 树上竟又跳下来了个人护着这四皇子 原来是丞相府大小姐王立月 看样子还是特意来帮四皇子的 这下他们可不能再等了 于是一群刺客们便一起提剑冲了上来 可没想到 就连王立月这个女儿加加的武功居然也不赖 在两人的携手配合下 杀手们都被打败了 等危机解除后 王立月便举着鞭子朝四皇子邀功 四殿下 我这可是帮了你一个大忙 你要如何谢我们 四皇子则淡淡地回道 并非是我要王小姐来帮忙的 王立月一听生气了 喂喂喂 我帮都帮了 你这可是过河拆桥 四皇子听后则突然严肃 那王小姐 你想要什么 没想到王立月一听这话脸竟疏得一下红了 可下一秒 这林中竟还潜藏着一个杀手 朝四皇子冲了过来 四皇子 你的死气到了 四殿下 小心啊 与此同时 一脸失落的二皇子正在临外焦急地等待着 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不知他的四皇帝和王立月究竟在干些什么呢 突然侍从走了过来提醒他 时间差不多了 该回府了 可他却看向了林子 说四皇帝还没回来 没想到侍从竟突然敷耳过来告诉他说 二殿下放心 这本就在计划之中 这次的事情其实都是贵妃娘娘安排的 树林里已经埋伏好了大量杀手 既然四皇子还没回来 那恭喜殿下贺喜殿下 看来是得手了 是一个女伴男中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没想到本是来推进男女主感情线的他 竟被男女主同事看上了 而且女主还趁男主不在之时 对他进行了一段情意满满表白 虽然被他一口拒绝了 但女主对他却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 而在这之前 两人才刚刚经历过一场殊死搏斗 不用想到知道 这些刺客肯定是二皇子的母妃皇贵妃派来的 但他们遭遇刺客的事 二皇子其实并不知晓 甚至他还一直在树林外跟个旺七世般盼着他们回来 直到他身旁的小四催促他赶紧走时才跟他坦白 原来他母妃早就已经在树林中设了埋伏 打算趁机杀死他的四皇帝 既然四皇子这么久都还没回来 那八成是得手了 而他一听到这消息后便转身打算进树林去救人 可他的一众随行护卫却拦住了他 还望他不要违背贵妃娘娘的旨意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可他听后 却毅然决然的还是决定要去 只见他徒手将拦路的剑给甩开 随后又夺下了一匹马朝树林中奔去 与此同时在树林的山洞内 王黎月正与四皇子安然无恙的聊着天哪 四殿下 刺客都已经死了您不离开吗 不 我不想回去 那到底是谁要刺杀你 居然派了这么多刺客 你那么聪明 你觉得呢 王黎月陷入了沉思 心想莫不是二皇子 毕竟眼下的太子之位就属他们俩最有希望 传闻二皇子和四皇子关系一向不合 兄弟相争 若趁着四皇子还没落惯 手中也无实权之时铲除确实是最好的机会 不过好在他们显向还生 但也不能确保四皇子之后 还会不会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想到这 他便红着脸对四皇子说道 今日四殿下也瞧见了 我的身手不错 若是日后有需要 尽管来找我 可下一秒四皇子居然就直接把他拒绝掉了 王黎月无语 能不能好歹犹豫一下呀 不过他却丝毫没有对四皇子放弃的意思 还继续说道 算了这不重要 反正你拒绝也没用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无论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什么危险我都愿意为你闯 四皇子一愣 不知女主为何要对他这样好 可这时附近竟传来了一阵马蹄声 两人便迅速警惕了起来 而这马蹄声当然是来自于二皇子的 只见他架马骑得飞快 握着缰绳的手还不停有血渗出 可他却丝毫感觉不到疼 特别是在看到这成片的刺客尸体后 更加担心四皇帝的安危了 也不知道四皇帝现在人还好不好 受伤了吗 严不严重 而下一秒 他便在一个洞穴门口看到了四皇帝的身影 他是一个女扮男中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书中的恶毒女配 只是没想到本事来撮合男女主感情线的他 竟被男女主同事看上了 可他却依旧在按照原剧情走 甚至把男主对他的心意故意贬得一文不值 还误以为男主特意大晚上的进山来找他 肯定是因为害怕他跟女主发生些什么而吃醋 可实际上 男主二皇子自始至终担心的一直都是他 哪怕不顾生命危险跑到树林里来 也是为了来确认他的安危而已 只是因为王黎月一直站在他身边 二皇子的脸才阴沉了下来 害怕他们孤男寡女在这山林里待了这么久 会不会发生了什么 可他却以为二皇子是在吃他的醋 害怕他泡走了女主 让其惨失心上人 于是他便故意说道 二皇兄的脸色这么难看 难道是看到我没死太失望了吗 这话顿时刺痛了二皇子的神经 让他明白了终究是自己自作多情 抱歉 原来四皇帝是郑和家人在此乐不思蜀了 只是没想到王黎月一听这话进步服了 二殿下 你可不要平白污蔑我们 我们目前可都还是清清白白的 可这话却让人听得有些奇怪 什么叫目前 什么又叫清清白白 难道只要过段时间 他们就不是清白的了吗 想到这 二皇子竟不自觉地朝四皇子缓缓走过去 四皇子皱眉 不知道其究竟要干什么 好在这时 四皇子的侍卫们带着佛把终于找了上来 见他身上有血 便恶狠狠地转头质问二皇子这是何意 可他竟摆了白手自己对侍卫解释了起来 说这并不是自己的血 都退下吧 更何况 众目睽睽之下二皇兄怎会对自己不利呢 而这话显然又一次刺伤了二皇子的神经 虽然他明知道这些杀手都是皇贵妃派来的 却偏偏故意这么说 而当他走时 王黎月还兴奋地跟了上去 这让匆匆赶来救人的二皇子就像个小丑般 在被人戏爽完后就抛下 而他手上的伤口还在不停渗血 此刻前来寻他的下人们也到了 只是见他低沉着脸许久未动才没人敢说话 而当他一抬头时便对下人们吩咐道 都听着 今日四皇子和丞相府小姐一同待在山洞里的事 谁都不许传出去 如果谁走漏了一丝消息 杀无事了 因为这是若传出去 让王黎月的名声有了损失 丞相定然会让他的四皇帝娶了王黎月 不行 不可以 四皇帝绝不能娶妻 与此同时 累了一天的四皇子竟在回到寝殿后莫名其妙失了眠 脑海中一直回想着二皇子当初看他的眼神 他不知为什么 这眼神会让他如此难受 就好似看到了曾经那个人般 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而不日他便要逼宫造反 最终死于他那身为男主的二皇兄 见下完成任务 原来是近日皇上身子孱弱 无论太医怎么医治都不见好 因此朝中局势动荡 恐怕马上就要变天了 而现在大家都认为 二皇子将会是坐上那把龙椅的人 当然身为四皇子的他也是这么认为 毕竟他只是个恶毒女配 只是接下来的任务 让他的内心稍微有些烦乱 因为按照计划 不多时他便要与二皇子兄弟相残逼宫造反 最终死在被他重伤却还剩半条命的二皇子见下 忽然间 太监匆匆凑到了他跟前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哎呦四殿下 可算是找着您了 大将军来了 皇后娘娘正着急照您过去了 于是他便迅速来到了皇后娘娘的寝宫 果然见到大将军站在一旁 随即皇后便一本正经地跟他开口道 朝中最近这段时间的事 你应该都知道吧 是的 儿臣清楚 那既然你都知道 也该清楚现在的时间有多紧迫 朝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都选择了站在二皇子那边 你的父皇则在昏迷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等到他醒来后宣布继位人选 此刻大将军也附和道 没错 若是继续放任下去 二皇子继位便是板上定兵的事 与其等二皇子继位找我们秋后算账 不如现在搏一搏 随即大将军就对皇后使了个眼神 皇后这才说出了那句大逆不道的话 七日后 我们逼宫上位 虽然四皇子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 但在听到有人在他耳边亲口说出来时 还是有些讶异的 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 他便老往郊外跑 因为他总觉着宫中烦闷 想出来透透气 随后他又看向了屋内那张摆放已久的皇城布防图 虽然他明知自己注定失败的结局 却还是在认真部署 可忽然间 王黎月竟从门外闯了进来 而且还看到了他桌上放着的皇城布防图 聪慧的王黎月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只是下一秒 四皇子的剑就横在了他后肩 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而不日他便要逼宫造反 最终死在他那身为男主的二皇兄 剑下完成任务 可在造反的日子到来前 他居然在女主面前露出了马脚 他的布防图被女主无意间看到 于是他便立刻拔剑抵在了女主后间 可没想到 女主劲倒戈决定帮他造反 这令他顿时就愣住 不解事态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原来现在的女主早已深深地爱上了他 不说逼宫造反 哪怕为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但已深知自己结局的 他当然是拒绝了女主的帮助 因为他不想再卷入更多人 甚至还命女主的丞相府 像往常那样保持中立就好了 若自己能上位 断然不会动了丞相府 但若这次丞相府敢站在二皇子那边 那自己定然会血系整个丞相府 女主王黎月被吓了一击灵 只好呆呆愣在原地看着他离去 而事实上 他当然是故意吓唬王黎月的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其掺和到此事中来 而不一会儿 王黎月时不时就去找四皇子见面的事 就已经传到了二皇子的耳朵 手下问他 如此下去恐怕对他们不利 要不要去丞相府一趟敲打一番 而他听后竟摇了摇头说不必 让手下只需要像往常那样 照常汇报王黎月和四皇子的情况即可 手下疑惑 不知他为何不管不顾 说丞相府对他们而言可是一大助力 若是被拉到四皇子那边可就不妙了 没想到二皇子听后竟冷冷地瞪了手下一眼 闭嘴 你只要听我的命令就好 手下这下不敢说话 二皇子则又继续失落地看着天上飘下的雪 他想知道 四皇帝要的究竟是什么 是江山还是美人一或者二者都要 而在这三日后 四皇子便以清军策为由率领了十万军队冲进皇宫 宫内士兵死伤惨重 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很快承重后者的将军便接到了条好消息 称四殿下已经带着死士 攻到二皇子和皇上所在的秦宫了 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此刻的他已经借着清军策为由 逼宫造反一路打到了宫内 而他在这个世界中的最后一个任务 就是造反后死在他那身为男主的二皇兄剑下 可他明明已经将这宫外角的血雨腥风了 二皇子却还在寝宫伺候那年迈体衰的皇上 但无论他如何给皇上喂咬 皇上还是迟迟无法转型 于是他便拿着汤药问太医 这药明明已经给父皇服用了好些时日了 怎么还不见好转 太医被吓得浑身哆嗦 支支吾吾的不敢说话 忽然间那装着汤药的碗摔碎在了地上 太医只好连连求饶 二殿下饶命二殿下饶命 微臣这一辈子为皇上鞠躬尽瘁 只想留条命告老还乡啊 二皇子沉默 可这时 一个侍卫又闯了进来说大事不好了 四皇子已经带着叛军将这里包围了 二皇子听后连猛的一尘 太医则已经瘫坐在地上喃喃着完了 忽然二皇子竟从太医身边擦过顿了顿 让太医好好守着父皇 不会死的 太医一政 紧接着就见二皇子快速离开了寝宫 与此同时寝宫门口 四皇子带着大队人马还在风雪中苦苦等待 副将甚至都已经忍不住了 建议他直接强攻进去 可他却迟迟不下恋 一直低沉着眸子回想着一路杀过来使众人的尸体 虽然他们对他来说只是NPC 但当这些血淋淋的画面印在眼前时 他的心还是会有些触动 突然间有士兵传来急报 称二皇子方才突破了后门的守军逃走了 而他一听 就立刻勒马追了上去 命令所有士兵原地待命 围着沙无赦 与此同时 二皇子正浑身染血地站在雪地中仰望天空 忽然一阵马蹄声在他背后响起 他愣愣地回过头 四弟 你终于来了 胸口被刺了一剑 却恨不得将这天下最好的一切都奉给对方 哪怕他早就知道同为皇子的他们必有一天会道歉相想 他却打算用生命成全对方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四皇帝其实是个女扮男装的女子 也是一个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系统要求其造反抢夺皇位 所以四皇子才会处处与他作对 但任务的最终要求 是要其在造反后死于身为男主的他的剑下 这夜的雪下得很大 只见四皇子骑马追到了他跟前来警告道 放弃吧 我的人已经包围了这里 外面还有大批军队 你最好主动放弃皇位 省得今夜再惹得更多人死伤 可他听后却一脸淡定地问道 四弟 你是当真想不惜一切代价要着皇位吗 四皇子斩钉截铁地回到说是 二皇子便突然垂下头苦笑般勾了勾唇脚 紧接着就抬起了手中的剑指向四皇子 想要 那边胜过我吧 二皇子打了起来 两柄剑刃在半空中激烈回响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只见两人的剑锋 几乎在同一时间朝对方的胸口猛刺了上去 四皇子身形较弱 手臂也叫二皇子短 按理来说他是必败的 可没想到 随即倒下的竟是二皇子 原来是二皇子刚才故意放水将剑回缩了 随着宝剑当当落地 二皇子便拖着疲惫的身体向他认输 四弟 你赢了 可他的瞳孔里却没有丝毫胜胜利的喜悦 只有满眼的震惊 因为暗剧情的发展 死的应该是他才对啊 而且二皇子接下来所说的话也让他更疑惑 其实 我早已做了决定 你想要什么 我便给你什么 只要你停手别再背负罪了 何止区区一个皇位 我恨不得将这天下最好的一切都为你双手奉上 可四皇子记得 他明明从小到大都在跟二皇子作对啊 二皇子不是应该恨他的吗 为什么二皇子的眼眸中没有丝毫对他的恨意呢 突然间一根剑矢朝他们射了过来 随即就听二皇子大叫了声 四弟小新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为了终有一日能死在男主的剑下完成任务 他从小到大一直在跟男主作对 可没想到 今日他都已经逼宫造反杀到男主跟前了 男主竟还不愿对他下杀手 而且还自愿被他刺了一剑 连皇位都心甘情愿为他奉上 本以为这任务恐怕是要完不成了 没想到远处竟有一个男主的手下朝他射了一剑过来 于是他便趁此机会让剑刺进了自己的胸口 虽然这死法和原定的任务要求有所偏差 但死在男主手下的剑下也算勉强完成了任务 随着他单薄的身子倒下 皇城的卫兵们便大叫了起来让二皇子快走 可二皇子却夺过了一把剑反向朝四皇子那边冲了过去 挡路的人都被他一刀截裹 而这时 皇城卫兵和四皇子带来的兵已经开始厮杀了起来 双方打得格外激烈 而他在这混乱的兵马声中 竟还在不停地朝他的四皇帝走去 虽然下一秒他也因伤势过重跌倒在了雪地里 但他的双眼却还一直盯着四皇帝的身体 他不敢相信 四弟平时那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现在居然也会变得这么安静 雪好冷 四弟一定也很冷吧 那他要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来到四弟身边 可他才刚触碰到四弟的发丝 就已经到了身体的极限 而且失去意识前他还在心里跟四弟道歉 对不起四弟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突然间 不远处好像有人不停在叫着四皇子的名 于是他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 原来是王黎月 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这日他终于在男女主面前坦白了自己女子的身份 不过却已经奄奄一息无力回天了 原本该及他如仇的女主 此刻竟抱着他哭成了的泪人 该是他为死敌的男主 哪怕在昏倒的前一刻都拼命想要护着他 而刚完成悲惨女配任务的他 则以灵魂体的形态在天上看着这一幕 想不通这人人兜兜的你死我活的皇室里 怎么会有这般傻的人 更想不通他现在心口的位置 又为何会这般逃 这夜整个皇宫血流如注死伤无数 最终以四皇子为首的叛军惨败收尾 至此皇后一档彻底没落 而在之后的半个月里 宫里的人便一直在讨论一个奇怪的事 明明是四皇子造反被诸 二皇子却非但不封了四皇子的请殿 反倒醒来后日日来到四皇子的殿内一待就是一日 而且二皇子还不允许任何人乱动里面的东西 须得维持四皇子在世时的模样 宫人们对此都疑惑不解 记得二皇子不是一向跟四皇子水火不容的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自宫变奈晚 丞相府千金王黎月带着四皇子的尸体逃出了宫后 二皇子就一直在命运追捕不眠不休 有人说是二皇子要鞭尸谢 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究竟为何 终于这日 在四皇子房内专心制制化媒的二皇子收到了王黎月的消息 说是已经找到王黎月了 可却在把王黎月带回来的路上被他母妃给截活了 现在人正关在死牢里呢 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没想到在他这个女配死后本该幸福在一起的男女主 却因他的死变成了敌对 女主王黎月带走了他的尸体四处奔逃 男主二皇子则向疯了尸的到处派人找他的尸体 终于王黎月被找到了 可却被二皇子的母妃打入了死楼 虽然他母妃命令任何人都不得探监 二皇子却还是硬闯了进来 只见王黎月穿着球服被绑在刑架上 在看到他来后 还十分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而他一开口便直入主题 你把我四地藏哪了 告诉我 我可以保你不死 可王黎月听后却一声不吭 只冷冷地瞪了二皇子两眼 二皇子一怒之下 又掐着他的脖子问了一遍 说 你把我四地藏哪了 可王黎月依旧不屈 你休想知道 你这辈子都别想找到他 二皇子听后手掐得更紧了 好似要将王黎月的脖子扭断断 可王黎月虽已被掐得面色惨爱 却还是不愿透露分毫 哈哈哈哈 我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的 你个杀人凶手 休想再报复 二皇子听后一愣 问王黎月在说什么杀人凶手 什么报复 王黎月则笑他别装了 那夜射杀四皇子的剑就是他暗卫的 因为那只剑 是只有他亲近的暗卫才会用的押语剑 他一震 一脸不可置信地垂下了头 王黎月则继续对他吼道 没错 就是你 四皇子明明只是个女子 又岂会真当了太子争夺你的皇位 二皇子听后再次一震 仿佛有人在他伤口上撒了把盐斑 他的四皇帝身量虽看着修长却不及同龄男子 难怪他的四皇帝虽生的俊美却过于英勇 难怪啊 想着想着 他猛的咳出了口血 突然他的侍卫跑了过来 称皇上正在召他过去 怕是要定下那件大事了 他听后抹干了唇边的血 随后便摆了白手下令让人放了王黎月 王黎月一脸讶异 直到四皇子缓缓开口道 我放了你是有条件的 四弟他这辈子过得最是拘束 烦请你将他安葬在远离皇城的地方 下辈子可以当个自由自在的女儿家 王黎月疑惑 心想着二皇子好似和传闻中的不太一样 不仅在关心着四皇子 还因四皇子而脱了血 莫非那安慰并非是二皇子派的吗 想到这 他突然叫住了即将离开的二皇子 说自己有话要说 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四皇子 同时也是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为了能让男主讨厌并杀了他这个反派 他这一生都在努力跟男主作对 可没想到 男主非但没有讨厌他反而还爱上了他 甚至在他死后还派人一直搜寻他的尸体 随着他的叛乱以失败告终 这个小世界的故事很快也要落下帷幕了 男主二皇子对皇上召去了大殿商议钥匙 二皇子的母妃则在寝殿内兴奋得不行 因为他知道太子之位对他儿子来说就如同板上钉钉 不枉他这么多年对儿子势力的苦心经营 看来他马上就可以当太后了 可当二皇子回来后 脸上却没有丝毫成为太子的喜悦 且在他看到母妃手里的那件金凤袍后 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突然一个侍女从门外冲了进来禀报 说死牢里关着的前丞相府千金王黎月逃走了 母妃一惊 二皇子则在一旁直接承认说是自己放走了 母妃听后只好笑了笑将此事作罢 毕竟儿子都是当太子的人了 这等小事便随儿子做主吧 可这时侍女又继续禀报说 皇上刚才将大皇子从封地传召了回来 继为太子 母妃听后顿时暴怒 放肆 谁点你的胆子竟敢如此胡言乱语 可下一秒 二皇子竟在一旁开口说是女所言属实 母妃大惊 二皇子又一本正经的解释说 方才 父皇确实找了儿臣商议继位之事 但儿臣认为自己属实难复众人 已经推举了 也就是说 儿臣不会是太子 母妃你也不会是太后 母妃听后暴跳如雷 指着她的鼻子骂道 你疯了 皇上既然有意将太子智位传给你 你为何要拒绝 终于 二皇子说出了母妃一直以来隐藏的最深的命 母妃 你不要再装了 在儿臣十岁那年父皇寿臣那日 你回寝殿后便遣开了所有随式的宫 看上去很不开心 儿臣很担心你 便想去房中找你 而那一晚 儿臣知道了此生最大的秘密 就是儿臣其实并非皇家子嗣 母妃啊母妃 你背地里做了许多错事 有对无辜工人的 对大皇兄的 对四皇帝的 儿臣并非不知 只是司机你这些年在宫中强颜欢笑的苦楚 又顾念着母子之情所以愿意替你赎罪 但你却一错再错不知悔改 亲自断了我们之间的母子情谊 儿臣只是把你欠大皇兄的还了把 你若是不再乱来 现在的荣华还可保住 可你若是非要去谋夺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就别怪儿臣大义灭青了 这番话 把他母妃吓得瘫倒在地 而在一个月后 皇帝驾崩 大皇子继位 原本被给予厚望的二皇子退居成了摄政王 威信依旧 朝中大臣们均不敢出其逆邻 在二皇子的辅佐下 江山得到了长久的安稳和太平 唯一让众人都有些不解的是 四皇子的尸体究竟去哪了呢 有传言 四皇子的尸体被摄政王五马分尸了 也有传言 四皇子的尸体被摄政王藏起来了 当然在这两种传言中 人们更信第一种 毕竟二人的关系从来都是士同水 但那些人里面却不包括王黎月 而摄政王对于外面的那些传言 其实丝毫不在意 更在江山逐步稳固之后 时常消失个十天半个月 非常神秘 只见在郊外雪山一处隐蔽的山洞中 竟有一口透明的冰棺内 躺着那具消失已久的四皇子尸体 摄政王将新开的梅花 放在了四皇子的手间 口中侵蓝着他们过去的点点滴滴 是个绝世舞姬 也是即将会霍乱整个朝纲的霍国妖妃 只因他的灵魂是个快穿在各个世界的恶毒女人 任务是辗转于三千世界当反派 在被男主杀死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世界的男主其实都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将此快穿系统开发出来的百里博士 百里博士为了测试系统 便亲自辗转在这些小世界中当男主体验快感人生 他则是在一次意外中被系统选中的 成了快穿世界的恶毒女配宿主 在到达这个新卫面前 他的脑中就莫名被灌入了不少内惑之数 原来这次他的身份 是一名南国敬献给东国的舞姬 但却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舞姬 而是一个细作 其实他原本就是东国人 是东国一方小镇的富商之女 一家人乐善好施 颇受当地百姓爱戴 但爹爹却在某次前往募捐上款的途中 被林县山贼所害 死状凄惨 娘亲为了替爹爹报仇 同时也为了一方百姓的平安 便独自前去衙门击补明冤 请求官府剿灭山贼 可那天 娘亲一夜都没有回来 直到第二天大中午了 娘亲才适魂落魄地跑了回来 可却什么也没说 只是一直抱着他痛哭 在天黑之后 老管家便带着上部董事的他连夜离开了宅子 可中途娘亲竟称落下了东西 又匆匆跑回了宅子 本以为娘亲应该很快就会再等回来 可那一晚 他在破庙从天黑等到了天亮 也没等到娘亲出现 而且当晚 连破庙也遭了山贼 老管家为了掩护他身中树刀惨死 躲在香岸桌下侥幸活下来的他 也从山贼口中知道了全部事情的真相 原来他们当地的父母官 早就已经跟山贼勾结在了一起 爹爹就是被他们这群山贼害死了 而娘亲在报关那晚作业未归 其实是被人送上了王大人的床 逃跑时娘亲称落下了东西回去拿 实则是回宅子里上吊自杀了 在知道了这些事情后 他便晕倒在了那个香岸桌下 直到两天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 因此他幸运地活了下来 而他醒来后的第一句话 就说自己要报仇 恰巧就他的那几个人就是南国的卧底组织 组织的目的便是为了倾处东国政权 东国皇帝荒淫无度官贼勾结 因为他憎恶那里的一切 便自愿加入了南国的卧底组织 更殷生的貌美 从小被特殊培养 只等今日作为南国境线的武姬回到东国 魅惑皇帝祸乱朝纲 此行他的任务也和以往一样一共有三 第一是在回城途中魅惑当前未免的男主国师大人 让国师讨厌他 立吻祸国妖妃的人设 因为皇帝就是在国师的管制下才不至于荒淫无度的 其二便是魅惑东国皇帝 让君王从此不早朝 并重慢性毒药而死 其三则是与南国卧底组织理应外和刺杀东国贪腐高官 让东国彻底无御敌之力 为爹娘报仇 唯一不一样的 是他这次不用再死在男主手下了 因为他的结局是在冷宫自杀 所以不计入认为 此刻他前面轿子里的白衣男子便是国师大人 也是此次东国之南国初始的使团长 据说国师来自神山 至今已经活了数百年不老不死了 小能算人之福兮祸兮 大能算国之兴衰 很是受人尊崇 于是到了夜晚 但所有人都扎营歇息下了时 他便趁着国师在附近巡逻的片刻 故意撩开帘子走了出来 随着面纱被风吹走 他淡淡地开口道 哎呀 我想走走 我的侍女呢 你们有人看到他们了吗 是个武器 也是即将霍乱整个朝纲的霍国妖妃 为了日后能更好的魅惑东国皇帝 他决定先在回城路上将国师给攻略下 因为皇帝正是有了国师的管制 才不至于整日荒淫无度 可他的目的却是让君王从此不早朝 所以就先对国师展开了攻势 随即他便趁着国师路过的片刻故意掀开了脸子 面纱就这样随风吹落在了国师脚边 他看了看后便对国师请求道 奴家的面纱好像落在大人脚边了 大人可以剪一下吗 士兵们吃惊 虽说武器角色貌美 但敢如此对国师大人发话真是太不敬重了 因为在他们东国 谁敢不尊敬国师大人 看来是个空有美貌的女人 可惜了这么漂亮的一张脸蛋 果然国师冷漠地转身离开 任由着他的面纱掉在地上没人剪 看热闹的士兵们也都纷纷散了 就留他一个人站在原地 而这时他的两个侍女刚好回来 将他面纱捡起后便开始骂骂咧咧 说那国师整日就知道摆着个脸 任谁看了都烦闷得很 而他拿回面纱后就只是轻轻挥了挥手 随后便一个人去小河边散心了 他找了块石头坐下 见河水清澈 他便脱下了自己的鞋子将脚浸泡在了河水中 其实他并不着急 因为从这里至东国还需几天工作 攻略国师他有的是时间 可没想到下一秒竟有人突然在他身边驻足 而且这个人还偏偏是他的攻略目标国师大人 国师一见到他后就转身想走 可他却赶忙跟了上去开口道 国师大人 您看了奴家的脚便要走了吗 在奴家的家乡 倒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呢 谁要是看了未出个女儿家的脚 可是要娶她的偶 是一个即将会祸乱整个朝纲的祸国腰费 也是个穿梭在各个世界完成任务的恶毒女配 在原先的几个世界中 哪怕两人是第一次见面 男主都明显对他抱有好感 可在这个世界里 男主却对他实在冷漠 可偏偏他的其中一个任务 就是魅惑身为男主的国师大人 面对国师的油盐不尽 他只好步步紧逼 谁料国师敬冷言命令他退开五步 他不听 国师便直接用袖子隔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只留下了一句自重就离开了 他感到无趣 看来这个世界的男主有些独特的小脾气 算了 他还是继续泡脚吧 做任务要学会劳逸结合 他也不打算追了 而在此之后 他们又赶了整整三天的路 路上吃的不是硬邦邦的干粮 就是野味烤肉 就高点勉强还能入他的口 可就在他正悠闲的在车内享受着下午茶时 马车竟突然一震 原来是附近的山匪打跌来了 山匪见他们这支队伍看着还挺有钱 便想好好载一顿 而他则小心翼翼的撩开了帘子往外一看 原来这群山匪的匪头 就是当初造成他家悲剧的山匪之一 虽然这些山匪的战斗力不弱 但他们这皇家使团却更胜一筹 要打起来 山匪肯定讨不到任何好处 这时一位兵还站了出来好心对山匪们警告道 此乃国师的车架 而等速速退台 否则杀无赦 可这话显然超出了山匪们的认知 他们可不信得传闻中的国师大人会来这种地方 若说是县老太爷的儿子 勉强还能有几分可信度 随即便让他们赶紧把女人和前台交出来 可下一秒 这些山匪们就为他们的出言不逊付出了代价 国师旨意声令下 山匪们就几乎全部阵亡 侍卫前来回比 说出了那匪头不知道何时逃走了外 竟又有人慌慌张张的前来禀报说 那南国的五姬不见了 生来不尽死了 却能接受一个五姬的百般勾引 原来攻略大直男的诀窍 就是打直球 原本大家都以为 这个五姬敢贸然贴贴国师肯定死定了 没想到国师竟只是冷言了几句 让姑娘松松手而已 好的 松就松 不过这个五姬也不是个普通的五姬 而是个身带任务穿越过来的恶毒女配 也是个披着五姬壳子的细作 为了完成给父母报仇的任务 他趁乱从使团的马车上偷跑了 目的就是为了手刃当年杀害他父母的仇人之一 此刻匪头还以为自己已经侥幸活了下来 殊不知更大的危险正在向他靠近 正当他刚输了口气时 一阵诡异的铃铛声就在他身后响了起来 下一秒一道刀光就抹断了他的脖子 干净利落 完成任务的五姬一脸淡定地看着地上的尸体 难过杀个人 竟然把他好不容易藏的贴身武器给弄脏了 而下一秒 林中又传来了阵阵呼喊声 原来是使团的人找到这边来了 不过见半天都没看到人影 国师的侍卫便忍不住问五姬的侍女 你们刚才当真看到你们主子的身影了吗 侍女笃定地点点头 国师便下令继续找 找不到人就一直找 突然他们身后的草丛传来了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国师察觉到动静后立马回头 结果见到的竟是五姬扑了上来还住了他的腰 国师大人明可算来了 奴家好害怕呀 所有人都以为国师被一个女子这么抱着肯定是要生气了 谁料国师竟只是冷言了几句 让姑娘松松手 侍女实在震惊 没想到这冷面国师居然没生气 随后国师便开口问五姬 先前为何不好好待在教中 而是跑到了此处 五姬则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回到 说方才山匪来袭时自己害怕 便忍不住想躲起来 虽然这理由听着并无道理 但国师却总觉得怪怪的 活了百年 拥有世人所求的长生之体 但每月都会有异问 身体虚弱之吐血 因为因果循环 她作为国师守护东国干涉的天命态度 那么自然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但人人接求的长生真的是幸望 五姬忍不住感慨 不过这个问题显然不在她该思考的范围里 因为她其实是个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为了完成任务 她不管国师之前经历了什么 她都得继续勾引国师 让国师更加厌恶她 力吻她祸国妖妃的人设 而今晚正好就是国师本月最虚弱的时候 看来她又得加班加点干活了 就在刚才 使团一行人在找回了失踪的她后便一起住进了附近小镇的一间客栈 由于她生的角色 一进门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即使她什么都不做 也是人群中的焦点 国师看到后默默吩咐手下清场 很快这间客栈的客人就只剩下他们使团的人了 夜色降临 国师躲进了一间角落的客房前走了所有看门人员 房内的白瓷被摔得散落一地 她的神色看起来则十分痛苦 她跃跃如此 命却不绝 而不一会儿 就有人趁着她极其虚弱的这事偷摸着来到了她房间 5G推开门 看到了正坐在床边闭目养神的国师大人 那眉头紧锁 看样子是在运工调息 原来国师是在强忍着剧痛 只要熬过今晚这月便可安生了 可没想到这时 竟有几次凉意徐徐地吹过来 让她一下子缓和了不少 等等 有人 她睁开眼 就看到5G正拿着手帕在给她擦拭面颊 是个即将会霍乱整个朝纲的霍国腰飞 同时也是个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现在她的第一个任务 便是勾引身为男主的国师大人 因为她需要国师厌恶她 力吻她祸国腰飞的人设 而今夜 正是她最好的下手机会 谁叫国师活了百年不老不死 所以每月都会有一碗身体虚弱至吐血作为代价 而她刚偷溜进来 就看到国师盘坐在床一脸十分痛苦的样子 于是她便拿出手帕给国师擦汗 很快国师的表情便缓和了些 可下一秒国师静猛的睁眼推开了她 害她一个亮枪直接跌倒在地 她真无语 在心里吐槽着男主还真是不会怜香惜语 果然 男主又开始拿剑指着她叫她滚了 可她哪愿就这样善罢甘休 于是便看着国师的眼睛娇媚的说道 国师大人 奴家刚才只是关心您 好心替您擦汗 国师则依旧油盐不尽 你是南国敬献我国的武姬 还请自重些 这已经是国师第三次让她自重的 看来她还得再卖力些才能恶心死国师 随后 她便从地上爬起来委屈巴巴的说道 国师大人真会说笑 您既知道奴家是武姬 怎么还这么粗暴 国师听后眉头一蹴 渐渐微微刺入了她洁白的喉景 鲜血渗出 随即又冷漠的对她驱逐道 是你自己离开 还是我请人让你离开 见国师动了这么大气 看来她今日做的已经够多了 既然如此 她便洋装乖巧的离开了国师的房间 带人一走 国师手中的剑变当当落地 胸口再次绞痛了起来 让她疼痛难忍 与此同时 国师的侍卫刚巧在门口碰见了 从房内出来的武姬 这令她顿感大势不妙 先前还听说国师大人在房内摔碎了杯子 一定是旧急又突然复发了 于是她赶忙冲进了房去 果然看到国师满身疲惫的半摊在桌边 也不知道那武姬先前来做了何事 看国师这样子像是动了不小的气 她跪地请罪 说自己来迟了 愿意领罚 没想到国师竟只是淡淡地跟她说了声下去 根本没有罚她 于是她又说自己现在马上去给国师大人准备冰水沐浴 可没想到 国师竟又反常地跟她说了声不必了 这令她更纳闷了 不知国师大人惊艳这到底是怎么了 而事实上 国师本人也觉得奇怪 明明她方才被那武姬打乱了运功 还把她气得吐血 可为何却令她没那么痛苦了呢 她只是洗个澡 国师居然闯了进来 一件竟是如此香艳的场景 国师赶紧转身就走 可刚迈开腿 她竟一步小心踩到跟小树枝发出了嘎吱一声 池水中的武姬听到一响后立马警惕了起来 随即便扯下一根藤条缠住了乱入者 结果下一秒 国师就坠入了她沐浴的骨水中 这场面实在太尴尬 但同时也暴露了她的身手 因为国师近日其实一直在关注着那日逃跑的山匪头子的动静 结果手下今早竟告诉她 那山匪头子已经死在了逃回山寨的半路上 尸体附近还发现了一把匕首 与山匪头子身上的致命伤纹合 这匕首做工精巧 不像那些山野莽夫之物 而且在山匪头子逃跑的那回 武姬也莫名其妙失踪了一阵 这令她不免多想 便抱着颗怀疑的新闻手下 那武姬方才是一直在帐篷里面 侍卫一愣回到说原本似的 不过刚才 武姬一个人往后山去了 她听后觉得不妙 随即便起身打算前往后山查探 而且边走她还边吩咐侍卫 日后武姬若有任何动静都必须得派人跟着 而且还要跟自己汇报 侍卫愣地答应了 却想不通 难道武姬去后山小湖里沐浴这种事也要人跟着吗 而不一会儿 国师便赶到了后山 一听到湖水边传来动静 他便加速追了上去 可下一秒他看到了 竟是武姬正在湖水中沐浴的场景 他一震 非礼物事转身就走 可刚迈开腿 竟一不小心踩到跟小树枝发出了嘎吱一声 池水中的武姬听到一响后立马警惕了起来 随即便扯下一根藤条缠住了乱入毒 而下一秒 国师就被拖入了武姬沐浴的湖水中 给他送衣服 国师无奈只好沉浸水里憋气 侍女则在把衣服放下后奇怪地问 他沐浴为何还穿着外衣 而他为了不引起怀疑 便直接脱下了身上的衣服 这可把水下的国师看傻眼了 万万没想到有生之年 居然会以这样的角度看到女子的躯体 他心跳加快 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急促 终于武姬把侍女打发走了 他才得以喘上一口气 片刻后 武姬迅速换上了身心衣上往湖里看去 见国师还没上来 便向水中的国师伸出了手 不料国师镜像突然察觉到了什么般扣住了他的手 随即便从湖里钻出来质问道 你一个武姬 似乎很擅长用枝条妇人 而且刚刚你想干什么 武姬有些委屈 奴家既为武姬 自幼便习四代五 此等记忆自然是习以为常了 而且刚刚 奴家不过是担心您 难不成您就这么讨厌奴家吗 他不禁在心里吐槽 这国师的警惕性果真是高 可经过他这番解释 国师已经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误会他了 于是国师便松开了他的脖子转身离开 只给他留下一句 若有下次并不轻饶 他这下可算是明白了 国师是真的很讨厌他 因为这回国师甚至连请自重都懒得跟他说了 可事实却好似并非如此 因为国师在回到自己的营帐后就一直在闭目养生 满脑子想的全都是武姬刚才楚楚可怜的样子 眉眉想平心尽气 脑海中却总冒出一个武姬的身影 好不容易强迫自己忘掉了 那武姬又总阴魂不散地从他身边冒出来 当他练剑练得正认真时 武姬竟突然出现在一旁拍手鼓掌 他脸一沉 随即视若无睹地转身离开 在他歇息时 武姬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给他带来高点 这把他吓得一口水枪在喉咙猛地咳嗽 在他意识时 武姬又莫名出现在他面前散步 得 扰不起他难道还躲不起吗 几日后 他们的马车就已经离皇城不远了 只要翻过了这座山 就可以看见皇城了 在武姬这几日的不懈努力下 博士已经讨厌到连看都不想看他一样了 原来这几日他都是故意在博士面前晃悠的 谁叫他是个快穿过来做任务的恶毒女配 目的就是要让博士讨厌他 而接下来他们要翻过的山 必是极为险要 于是博士便刻意吩咐侍卫一定要警惕着先 没想到侍卫竟忍不住打去倒 此地在危险 恐怕也不及那位武姬姑娘可怕了 博士一愣 没想到居然连侍卫都看出他避那武姬唯恐不及 罢了 反正没几日就要到皇城了 到时候他便与这武姬在无瓜葛 突然侍卫竟在车外问他 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博士闭上眼 刚想仔细听 没想到下一秒马车进一阵 紧接着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滚石声 不好 是山石 他立刻下令掉头 但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数颗巨石从山上滚落砸向使团 直接导致他们的人马死伤大半 本以为这只是一场自然危机 没想到下一秒 山间竟又冲出一群刺客朝他们袭来 原来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埋伏 其中一个刺客还突到了国师的马车前 心酸的大叫了起来 国师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侍卫来不及赶过来 可下一秒 国师就一个飞身从马车里跳了出来 上一秒还在嘎嘎乱杀 下一秒居然就装起了柔弱 原来是本书中的正派男主国师大人来了 随后他就被国师一把搂入了怀中 刺客们嘲笑国师 果然英雄难过美人观 随后就冲了上来 嚷嚷着要将国师碎尸万段 但显然 他们低估了国师的觉悟 因为下一秒 国师就抱着他跳崖了 原来先前 他们回京的马车在山中遭遇了埋子 使团伤残大板 甚至有刺客趁着这机会突到了国师面前 不料国师武艺高超 将这突袭的刺客反杀了 由于此地太过危险 国师便决定交用暗卫来处理 可这时他却突然发现 武基的马车不见了 侍卫跟他汇报 说方才事发突然 武基的马车受到惊吓往东南方跑去了 他听后脸一沉 一想到武基现在就一个人肯定十分危险 于是便立刻驾马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 武基正拿着把刀在与刺客火拼 手起刀落肩 他已经连杀了三个刺客了 而正当他即将对第四个刺客下手时 不远处竟传来了一阵马蹄声 他估计是使团的人来了 于是便立刻将刀塞进了刺客手里 开始假装柔弱 救命 救命啊救命 刺客一脸纳闷 下一秒就见武基被一个男人一把搂住 武基还有些讶异 因为他没想到赶过来救他的人 竟会是国师大人 而只一瞬间 国师就抹了这刺客的脖子 可紧接着 又有更多刺客围了上来 刺客们嘲笑国师 果然英雄难过美人观 而下一秒 便全都冲了上来要将他们碎尸万段 国师提见勉强阻挡着刺客的攻击 虽然他自己能够在这里耗到安慰过来 但却担心武基未必耗得起 于是他心一横 做下了个大胆的决定 随即便让武基报警自己闭上眼睛 千万别松手 而正当刺客们即将发起第二波进攻时 国师竟抱着武基跳下了悬崖 他是个戏作 也是个即将会祸乱整个朝纲的祸国腰飞 国师为了保护他甚至都跳崖了 他竟吵着闹着要在这崖边吃山鸡 但这么做当然不是他的本意 因为他其实还是个快穿过来的恶毒女类 任务之一 便是要让身为男主的国师大人讨厌他这个女配 而自他们掉下山崖后 他就一直在装睡 连系统都忍不住问他还要再装多久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 不过令系统也感到疑惑的是 原剧情中这段应该是暗卫救了重伤的他 可现在却变成了男主国师亲自来救他 不知是出了什么问题 忽然国师回头看了他一眼 将外衣批到了他身上 他顺势醒来 问国师大人这是怎么了 国师就立刻切回了先前那副冷冰冰的模样 此地没有你的侍女 若你着凉了我嫌麻烦 他听后谢过了国师 国师就又接着闭目养神了起来 可过了一会儿 他竟开始躁动不安地在这洞中走来走去 身上叮铃铃的铃铛声吵的国师难以惊心 国师强忍着怒意问他这是怎么了 他便捂着肚子委屈巴巴地说道 大人 奴家肚子饿了 也渴了 国师告诉他 边上有条小溪 渴了便去喝水 至于吃的得要忍过今晚 明早应该就会有人过来接应 可他听后却开始挑剔了起来 说这山中肯定会有野兔野山鸡什么的吧 不如国师打一只回来 喝水的话 这山里应该有露水吧 国师听得脸一黑 什么露水什么山鸡 这女人 当时来出游的吗 他猛的站起转身离开 武基见此后便一个人缩回了小角落 估计国师现在嫌弃他嫌弃的牙痒痒 今晚他得一个人在这饿肚子 可片刻后 一只山鸡竟落在了他跟前 没想到国师刚才竟是去抓山鸡了 牛逼 可他看着这被抓回来的山鸡却没有丝毫动静 国师皱眉问他怎么了 不是要吃吗 而他竟一脸无辜的表示 奴家 奴家不知道怎么处理山鸡 国师服了 只好深吸一口气 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随后便拿起了那只山鸡亲自料理了起来 他总觉得国师这反应好像有些不太正常 难不成 是国师自己其实也想吃山鸡吗 他一次能零六代女 在男人眼里却还是个小菜鸡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不能凶也不能挤 而在刚刚 一向都是被别人伺候的国师大人居然为了他 亲自去山里抓了只山鸡 抓完后还在小溪边处理了起来 只让他去捡些柴火回来 可他竟继续装蒜 问国师要捡什么柴火 长的短的 粗的细的 国师服了 让他还是坐着吧 可他却还想再争取两下 于是便跟在国师身后叙叙叨叨 结果国师竟直接呵斥了他一句闭嘴 行 闭就闭 而一刻钟后 国师便把处理好的山鸡烤上了 本来只过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没想到这是武鸡进不见了 国师担心 心想难道是因为方才自己说中了 武鸡才跑出去的吗 若是再遇到刺客的话肯定很危险的吧 真是胡闹 想罢 他便急匆匆地冲了出去 此处山路崎岖又是黑夜 看来他必须得快些找到武鸡 可下一秒 武鸡静回来了 怀里还捧着大把荷叶 原来武鸡先前只是去寻了些荷叶和蜂蜜来 害他白担心了 待山鸡烤好后 武鸡便用荷叶将鸡肉分好淋上蜂蜜 这荒郊野外能吃到这等蜂蜜烤山鸡 武鸡确实有两把刷子 可当武鸡把一份鸡腿递给国师吃时 国师竟傲娇地拒绝说自己不想吃 可下一秒 国师的肚子就发出了震超小的咕噜声 直接把气给出卖了 武鸡见后直接把鸡腿塞进了国师嘴里 自己也拿了小块尝尝 果真可口 国师的脸有些微微泛红 奇怪这嘴里的味道好似确实不错 而在他们吃完后 外边便下起了大雨 山洞内的水汽逐渐增多 变得阴暗潮湿了起来 而国师睡着睡着 竟转身端向起了武鸡的脸 奇怪此地这么潮湿 武鸡竟还能睡得如此香甜 原来武鸡安静的时候 是这般模样 这样看来 似乎也没那么讨厌嘛 她是个即将会祸乱整个朝纲的祸国腰费 同时也是个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终于 在十几天长途跋涉后 他们抵达了东国 马上就要开始她最关键的反派任务 魅惑皇帝了 系统告诉她 今夜宫内会大摆宴席庆祝两国一和成功 而她要在宴席上献舞 还得跳得甚是妩媚媚或东国老皇帝 这样等一舞结束后 皇帝就会封她为美人 这就是她任务的第一步 也是为她今后祸乱朝纲打击除 而不一会儿 她的马车便与国师的马车在宫门前分开了 国师突然问侍卫 武鸡现在已经送入皇宫了吗 侍卫回应 是的 今月期武鸡便住在宫内了 国师听后不自觉地低沉下了谋子 在这一路的相处过后 她进度之为何对武鸡多了几分不舍 而等到了夜晚 武鸡就已经在以春殿内安顿好了 太监们恭敬地对她锯了一躬 说武鸡若无其他要事的话 他们就先退下了 可武鸡却叫住了他们 说自己出来贵国 听闻今夜有宫宴 便想要在这宫宴上献舞一首 也算了表南国心意 太监听后答应了她 夸赞她可真是多才多艺 若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吩咐宫里的宫女 等太监走后 她便开始准备今夜的献舞了 而任务第一步的成败 就在此一举 武鸡正为魅惑皇帝练舞 不料竟被国师大人抢先看见了 这恶魔的身姿美艳的脸庞 把国师迷得神魂颠倒 原来在一刻钟前 武鸡遣走了所有侍女 单独在御花园练舞 巧合的是 国师也遣走了跟随的侍从 在附近散心 他最近一直有个疑虑 不知为何脑海中 总会时不时地想到武鸡 结果下一秒 附近就传来了一阵叮铃声 威风带来轻烈的花香 武鸡身着红色的衣裙 国师的眼神有些迷离 你在此处跳舞做什么 武鸡则理所当然地回到 奴家自然是在练习今晚要线的武 道士大人宁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国师愣了两秒 我不过是进攻赋宴恰巧路过 武鸡奇怪 奴家还以为 国师大人不喜欢热闹的场面 不会来呢 国师又呆愣了两秒 我是 国师和皇上有事要商议 他的眸子不自觉地 瞥向了武鸡那若隐若现的面纱 看样子是特意打扮过了 红色倒是和气挺般配的 而就在他愣神之际 武鸡竟突然朝他靠近 国师大人 奴家方才跳得舞好看吗 国师回过神来顿时脸红 武鸡则一脸期待地盯着他继续说道 你们东国的皇帝会喜欢奴家刚才的舞蹈吗 此话一出 国师的毛子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原来武鸡想问的是这个 难道武鸡就这么在意皇上吗 那为何前几日 武鸡会不停扑到他这来表明心意呢 而此刻武鸡还在接着问 你们东国皇帝喜欢穿什么颜色衣裳的名字呢 这线舞的衣裳是红色 皇帝可会喜欢吗 国师深吸了一口气 随即竟冷笑了起来 呵呵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呢 武鸡为魅惑皇帝线舞 没想到竟被皇帝和国师同时看上 他只一勾手 就瞬间俘获了男人们的心 可明明刚才 国师还对他嗤之以鼻呢 由于他在国师面前老是替皇上 导致原本心情就不怎么好的国师脸色更糟了 你说皇上他喜欢穿什么颜色衣裳的女子 这线舞的衣裳是红色的 皇上可会喜欢 国师强忍着醋意 随即便冷笑起来 呵呵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武鸡此刻还没意识到气氛的不对 大人说笑了 自然是想听真话了 随后国师便平淡地说道 尚可 武鸡得到肯定后赶忙退后一步 能让国师大人说上了 便已是不错了 既如此 奴家便安心先行告退了 国师冷冷地看着武鸡 在心里吐槽起秉性 不过是工人取乐的戏子儿 见谁权位更高便喜欢谁 想把他拂袖离取 评价武鸡的喜欢廉价且不可信 同俗人无异 很快功宴便开始了 东国皇帝坐在主位上 向国师举起酒杯 此番与南国义和成功 避免了两国战乱 国师功不可没 朕为东国谢过国师了 然而国师却对高高在上的皇帝 十分冷淡 只淡淡压了口酒后就没下文了 不过皇上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这时候算命的平日里 本就对他脸色淡淡 无所谓了 他大手一挥招来武女开始跳舞 嘴里还嚷嚷着东国国力强盛 南国建民只配给朕为奴 随后他又让太监去把那 今夜要来现舞的南国武鸡叫上来 表情明显有些迫不及待 就这样 南国武鸡被宣禁了宫宴 叮铃一声 他一个回眸 就瞬间勾住了皇上和国师的心 伴随着音乐的奏起 武鸡在宴会中央舞了起来 执意勾手 在场男人们的活就被他给抽走了 国师有些不爽 在心里感叹武鸡还真是用尽了浑身解数 一曲舞弊 武鸡摘下了面纱对皇上祝贺道 公主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而皇上此刻还沉浸在刚才的美色之中 好在太监在一旁小声提醒了句 这才回过了神来 好好好 南国有心了 武鸡见皇上上钩了 便继续进行成为祸国妖妃的第二步 昧着良心拍马屁 皇上 奴家在南国长大 自小便听说了您的威名 您治国有方 让东国兴旺不凡就像天神一样 皇上被这番话夸得傻乐 当真 在你心中正气是如此 武鸡则又变得一脸娇羞 奴家不敢说假话 皇上在奴家心中的确如此 其实奴家从小便倾慕于您 只是奴家嘴笨不知该如何表达 皇上的心被聊得蓬蓬跳 好好好 既然你如此倾慕于朕 那你可愿做朕的美人 武鸡一看目的达到了 便赶紧答应了下来 随后皇上又邀请他上前来同坐 这哪怕对进攻已久的妃子来说 都是莫大的殊荣 国师的脸更阴沉了 在亲眼目睹完武鸡刚才的那番操作后 便感到一阵恋心 明明武鸡路上三番两次的接近他 如今却对皇上笑成这般模样 真是讽刺 侍卫忍不住提醒他 都已经喝了五壶酒了 空腹喝太多不好 还是多吃点菜吧 随后侍卫便给他加上了一块烤鸡 可这烤鸡 却让他回想起了先前跟武鸡在山洞里 一起吃烤鸡的场景 顿时他大发雷霆 撤了 看这恶心 侍卫奇怪 国师大人最近怎么总是有些殷勤不定的呢 近线的武鸡居然一跃成为了皇上的妃子 而且当晚还要去给皇上士气 原来 他是个快穿过来的恶毒女配 为了完成成为祸国妖妃的任务 他必须得先让君王从此不早潮 好在士气这一环节的任务并没有明确的细节规定 只要他有法子过了这关就行 很快皇上就到了门口 他悄悄从袖中掏出了一个小刺品 打算今晚用米药把皇上直接迷倒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神殿内 国师派去宫里打听的人已传来消息 说皇上今日去了新晋的美人殿中过夜 太医症 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侍卫知道国师大人这是救急又发作了 便说自己现在就去请太医 可国师却阻止他让他退下 他不愿 竟遭到了国师的冷言喝止 他只好无奈妥协 在侍卫走后 国师亮亮呛呛地走到床边倒了下去 他感觉这次救急的发作好像比之前更加严重 胸口还不停传来阵阵刺痛 就这样他痛苦地熬了一夜 次日一早 常伴皇上身边的徐公公居然跑到了武姬房门前来 原来是一向早起的皇上上早朝都快来不及了 却还没起床 把公公急得亲自来寻了 侍女在门外清唤 娘娘 皇上该上朝了 房内的武姬则不紧不慢地在故意把身上的衣衫拉松 有什么好催促的 皇上还未休息好了 紧接着武姬又在自己的双颊上点上了些许红烟纸 这样看起来就更加有春宵一度满面红光的感觉了 此刻皇上还在床上躺着做春梦 外山则被拖下放在一边 为了伪造出更加激烈的惩宠现场 他把外山扔在了地上 随后又撕裂了李仪 这下总归是差不多了 但一切都布置好了后 他便在皇上耳边摇晃起了铃铛对其施加催眠术 现在无论他说什么话 在皇上醒来后都会以为这些话是真实发生过的 昨夜你宠幸了你心疯的美人 你吻了他 你跟他激烈的玩了耍 而这一幕 让原本一直淡定观察着他的系统坐不住 系统记得 圆主可不会什么催眠术啊 而且这种古老的催眠术哪怕能搜到 都是需要有很强的精神力才能成功的 没练过的人几乎不可能成功 这么长的时间过来 系统确信他根本就没什么时间修炼精神力了 可现在却能把催眠术运用得这么熟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突然武姬所在的房门外传来了一阵喧闹声 国师大人您不能进去 皇上和娘娘还未更衣 可国师却完全不顾任何人的劝阻打开了门 眼神凌厉的瞪着房内衣衫不准皇上说道 皇上可记得 此刻是什么时辰了吗 武姬与皇上一夜风流 把国师气得狂吃飞醋 于是当日国师便警告皇上 若在天子寺便会乱了国运 皇上一听怕了 即刻便让人去给武姬送了碗橘子汤 武姬一口闷下一滴不剩 把这仗全算在了皇上头上 原来在刚刚 国师进度打招呼 直接闯进了武姬的寝殿 见到这一地狼藉 他顿时血气上游 而皇上此刻才悠悠转醒 见国师进来了 吓得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 武姬思索了片刻 打算试着挑拨皇上和国师的关系 来立吻自己过国腰飞的人生 随后便假装无措地躲到了皇上身后 国师大人 你怎可这般直接冲进来呢 臣妾还衣衫不整呢 国师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心想他难道是故意这么说的吗 明明他们一路上共同经历了那么多 怎么才一夜就以自己身份致辞 这是皇上已经麻利地穿戴好了衣装 说自己先去朝堂了 国师则依旧阴沉着脸 在皇上走后房内就只剩下 国师和武姬两个人了 武姬坐在床上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国师大人 你看皇上都已经离开了 你和臣妾独处在这寝殿好像有些不妥吧 国师听后脸又阴沉了半分 跪下 魅惑皇上吃了早朝 你可知罪 武姬立刻跪下开始装委屈 臣妾可不敢 臣妾有不停劝皇上注意时辰的 是皇上一直不愿放过臣妾 而国师听着他一口诣的臣妾后 南国武姬吗 于是他警告武姬 我不管你来东国是什么目的 但你最好不要自寻死路 由我坐镇东国 你休想在背地里做什么 武姬假装柔弱 臣妾可没那么大本事 国师大人高看臣妾了 但国师显然不吃他这套 下一秒便转身离去了 在退朝后 国师便单独来找了皇上 皇上见候心虚 虽然他早就猜到这算命的迟早会来 对早朝知识喋喋不休 但没想到这么快 随后国师便发话了 说自己近日为东国占了一挂 卦象显示皇上子嗣反对 不可再添子嗣了 若多添一个 便多乱一分国运 被拿捏软肋的皇上 听后当即从龙椅上跳了起来 国师则继续说道 皇上 已如今已有九位皇子和十五位公主 九子夺嫡之事 皇上心里应该一清二楚 若再来一子 东国必乱 皇上这下是真被吓到了 于是在半个时辰后 皇上身边的徐公公 就把一碗能让女人今后 再也生不出孩子的 绝子汤端来了武姬这边 其实对于武姬来说 绝不绝子的无所谓 反正他做任务 也不可能真生孩子 但为了搞清楚 这老男人的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 他便豪爽的一口 闷了这绝子汤 徐公公在心里感慨他的气味 居然能毫不犹豫的 一口喝下这绝子汤 不过按徐公公的经验来说 这后宫也不是 生不出孩子 就一定晚年凄凉的 因为若自己生不出的话 抢别人的不就行了 他是个即将会 祸乱整个朝纲的祸国妖匪 同时也是个 快穿过来魅惑皇上的恶毒女配 自他被耐入后宫后 皇上果然腰不疼了腿 不酸了日日与他夜夜升歌 但一旁的国师却快被气死 见皇上对武姬这一脸 失眠的模样 手上的折子还一本没劈 且这段时间 因为皇上对武姬的毒宠 导致后宫里的其他嫔妃 几乎都见不到皇上的身影 传言有妃子寄信 给家中的父亲兄长 让他们上折子 提醒皇上雨露均沾 结果却惹恼了皇上 导致皇上把折子全部退回 继续照常宠爱武姬 终于武姬一举五丸表示先告退 皇上这才回过了神来 在注意到国师 已经来找自己 商议正事了的情况下 他竟还把武姬留了下来侦查 这再次刷新了国师的三观 没想到皇上现在聊正事 都不让妃子回遍 看来传言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上真的半刻都离不开武姬 而且没聊一会儿 皇上又递过来 几本棘手的折子想要打个打 随后又继续跟武姬甜甜蜜�蜜 只好放下折子转身离去 看来皇上现在已被美色冲昏头脑 孰轻孰众都分不清了 按理来说花五百日红 后宫的女人得宠永远会有个期限 但大家却不知武姬到底使了什么手段 导致皇上对他的毒宠经久不衰 半个月后 朝上的大臣们终于都绷不住了 怒骂那武姬简直就是个妖精 把皇上给迷晕了 国师淡淡的听着这一切 随后才缓缓睁开眼 朝堂之上 你们吵吵嚷嚷的像什么样子 武姬与皇上夜夜声歌 怎想皇上每次都是被幻树催眠的 百次同房 武姬依旧是处子之身 可被蒙在鼓里的国师 却被气得狂吃飞醋 大臣们纷纷上奏 请求国师处死武姬 担心皇上整日沉醉 在那武姬的温柔箱里 不理朝政的话 早晚要出事的 国师听后冷冷地瞪了大臣一眼 随后便转身离去 大臣们也不知道 国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倘若国师真愿意 帮他们处死武姬的话 今日便是那武姬的死期 与此同时 皇上还像往常一样 与武姬在梦中欢好 突然系统提醒他 他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大臣们都纷纷在嚷嚷着要处死他了 但他其实早就已经做好了下一步计划 若自己真要被处死的话 自己便假死 只要靠着这副美貌 日后也定能重获恩宠或乱朝纲 然而系统所担心的 其实是国师是否会插手此事 虽然在原剧情中国师并没有插手 因为在他或乱朝纲的过程中 国师正在和本位面的女主谈恋爱 最后还带着女主去了南国 所以在他完成任务之前 国师都不会前来阻止 可下一秒 国师却突然出现在了他房中 皇上从梦中猛然惊醒 在看到国师后便问 气怎么会在这里 国师冷下脸 质问皇上可知现在已是赏武了吗 皇上顿时被吓了一条 赶紧找了个借口说是 自己近日偶赶身子不是才吃了早朝 而国师听后终于忍无可忍了 既然身体不是 那皇上可有传太医 而且身体不是理应尽的 而非日日在后宫宠幸嫔妃 皇上急了 问国师莫不是要处置武姬吗 果然 国师在缓缓坐下后便发令 命武姬贬为沸沸 打入冷宫 系统被吓了一条 因为按理来说 国师是不会插手此事的 难道说 是国师对武姬动了情 因为处死和打入冷宫相比 后者明显留了退路 武姬听后扑通一声 在皇上面前跪下 祈求皇上救救自己 皇上便替他跟国师求情 说这处罚太重了 可否减轻一些 可国师听后却冷哼一声 问皇上可知 现在大臣们都在联名上书 要处死武姬呢 而今只是打入冷宫而已 够仁慈了 皇上听后在心里再三权横 今日自己若不做出些处理的话 怕是的确难平重了 虽然他不喜欢国师这人 可东国却不能没有国师 不能把国师真气走 于是 他便下令就按国师说的办 把武姬打入冷宫 虽然武姬一直跪在地上哭泣 但皇上还是决定 先去给朝上的大臣们一个交代 但皇上走后 国师便让他赶紧收拾一下 去冷宫吧 他只一句话 就导致武姬喝下了以后 永远生不出孩子的绝子汤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了 武姬当时所遭受的伤害 然而却已经为时已晚 原来在刚刚 国师在皇上面前 强行将武姬打入了冷宫 在皇上走后 武姬却还跪在地上哭得眼泪哗哗 问他可是看过自己的笑话了吗 国师拧了拧眉 想当初武姬看自己的目光也是温柔的 而此刻眼中却尽是怨恨 于是他起身离开 让武姬别在这哭了 皇上是看不见的 而当他出了门后 侍卫就给他带来了个消息 说武姬自从进宫以来 其实并无一样 但在初次事情的次日 皇上就赐下了一碗绝子汤 让武姬喝了 他听后一阵 心想避孕的方法明明那么多 皇上却选了这种对女人最绝情 却对本人最省力的法子 虽然让武姬服下绝子汤 并非自己的本人 但一切却因自己的占卜而起 绝子汤与女子来说 实在太过残忍 不论武姬日后是否想当母亲 此生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突然他感到心脏疏的意见 一股强烈的愧疚感 折腾着他的心隐隐作痛 与此同时 房内的武姬拍了拍 身上的灰起身在心里问系统 本位面的男主国师大人 怎么会突然杀出来干预剧情呢 系统意味深长地回复他 说是剧情歪了 但还没有歪得很彻底 因为国师动了情绪还不自知 他奇怪 问系统不是判断自己 若以这种恶心做作的神态 去勾引国师的话 国师肯定是不会喜欢上自己的吗 而这问题系统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毕竟自从绑定了这个宿主后 剧情就经常歪 毕竟情感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 而且本位面的女主也不知道去哪了 看来 他只能趁着男主国师大人 还没察觉到已经喜欢上了自己之前 赶紧把反派任务完成 以免夜长梦多 而正当他躺下准备休息会时 跟随他从南国而来的两个贴身侍女 就担心地赢了上来 他们三人同属一个组织 是被组织一起派到东国来执行霍乱朝纲任务的 毕竟问他 现在他被废了 任务该怎么继续进行下去呢 五姬眸子一瞥 表示自己会使法子重新豁重的 但现在需要一个内容 代替自己陪在皇上身边 毕竟一听视死如归地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愿意接下这个任务 虽然他知道若真跟了皇帝 未来的路就断了 但他们姑娘为了复仇 甚至都喝下了绝子汤 那自己有什么不敢的 五姬见后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让他放心 自己会把躲避事情的法子传授于他的 等完成任务全身而退后 他依旧可以安心嫁人 随后五姬便吩咐碧玉 随自己一同去往冷宫 毕竟则在自己走后去别的妃子那当之 尽量找到机会博得皇上的宠爱 助自己离开冷宫 接下来就看他们三人联手 共同乱了这东国 而次日在冷宫门前 皇上身边的徐公公居然来找到了五姬 不仅教了他一些冷宫生存的规矩 还给了他一大袋银子 助他在冷宫打点上下用 等公公走后 皇上身边的那些嫔妃们也来找上了他 嘲笑他好生可怜 虽然之前风光无限 如今却沦落的只能带着一个婢女 站在荒凉的冷宫前 可五姬却对他们丝毫不予理会 拉着侍女一个大步就进了冷宫 那男主对女配感情升温 终于这是女主角登场了 女主是皇帝的第十个女儿 男主一直对她赞赏有加 可男主跟她话说到一半时总会神思飘渺 然后满脑子想的全是女配的身影 而在刚刚 身为女配的五姬刚被男主博士打入了冷宫 妃子们纷纷前来笑话她 丽妃更是直接拦在了她跟前对她吵吼了 怎的这么着急进冷宫啊 看见我们来了也不说句话吗 五姬冷哼一声 若入冷宫的时辰迟了 你们承担得起吗 毕竟时辰迟了 可就约等于抗旨了 丽妃吃了个饼 她还从没见过有人以进冷宫为荣 还如此理直气壮的人 时辰还早 妹妹不必着急进去 毕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出来 不如在这多欣赏下外面的风景 然而五姬却一脸高傲的回到 外面的风景有何欣赏的 我都欣赏够了 甚至连你们未曾欣赏过的风景 我都欣赏过了 这话让妃子们倍感羞辱 气一个芝麻大点的美人 居然敢在他们这些妃子面前大方厥词 你如今不过就是个被打入冷宫的气负而已 居然敢在本宫面前耀武扬威 哪怕你曾经受宠 那也只是曾经 可五姬却是一副气死人不偿命的样子 骑马臣妾有过曾经 娘娘你有吗 这话无疑是戳中了丽妃的伤疤 毕竟她因性格不讨喜 一直不受伤 随后五姬就大不留心地进了冷宫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进的是皇家别院的 而这冷宫果然是一片狼藉 甚至还有得了风病的妃子们在院内掐来掐去 侍女碧玉刚拉开门 一股刺鼻的味道就混着灰尘冲了出来 碧玉说自己现在去给她铺被子 可她却拦住了碧玉 吩咐说用银子让外面的人进来打扫 碧玉抱着银子规劝道 说这些地方自己来打扫就好了 这些银子不多 要省着点花 然而她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不用 在这些银子花完钱 他们肯定能出去 与此同时在御花园内 一位身穿华服的女子正在池塘边喂鱼 侍女前来禀报 说那南国五姬已被打入冷宫 毕竟当初居然在宫宴上吃足献物 不仅倾服且不知休止 也难怪现在落得个潦草的结局 突然女子立声打断 训斥侍女不得妄议他人 毕竟五姬也曾是父皇的妃子 而这个女子 便是东国皇帝的第十个女儿 时公主灵儿 侍女之错 恰好这时 国师从不远处路过 见了这幕 国师对时公主赞赏有加 不仅为人单纯还知分寸 甚好 突然她的侍卫小声跟她汇报 说不凭已经送去冷宫交给五姬了 她点了点头 思绪又开始游离回了五姬身上 她记得当初是自己亲自接五姬入的宫 如今也是自己亲手将五姬送入冷宫的 而世卫见国师这样子 便开始担心主子的精神状态 想来近日 主子实在是有些太关心给五姬送不平了 毕竟在从南国回东国的途中 五姬是如何勾引主子的 他可是全程看得一清二楚 如今主子这般注意五姬 该不会是真被勾引到了吧 结果下一秒 国师竟突然吩咐他说以后不必盯着五姬了 这令他松了口气 看来主子并没有喜欢上五姬 可事实上 是国师早已经察觉到近来自己心神不宁皆因五姬而起 与其越盯越烦闷 不如干脆不盯 而七日后 就见侍女碧玉拿着饭盒 即匆匆地跑到了五姬跟前 说另一个侍女碧亲已传来口信 三日前成了丽妃的宫女 且昨晚就得到了皇上的宠信 用她的办法躲过事情并未失身 现已被封为亲美人 她听后连连叫好 感叹丽妃入宫多年不得宠 新收的宫女却成了皇上宠爱的美人 看来这回丽妃要呕死了 五姬为了逃离冷宫 静自愿喝下了有毒的羹汤 虽然她早就料定国师会给她解 但却免不了要遭受病痛之苦 原来在刚刚 五姬所安排的侍女碧亲已被皇上封为了亲美人 碧玉在她面前直呼解气 有碧亲在外面相助 他们定能出冷宫的 可她听后却拍了拍身上的陈徒表示 其实只要让皇上见自己一面 就定然会舍不得自己的 现在差的 只是一个出冷宫的契机 突然碧玉发现 今日送来的饭菜好像有些特别 其中有一碗羹汤香味十足 五姬接过羹汤 说这汤有毒 不过却顿顿顿的全干了 完全不顾碧玉的劝果 因为这碗毒汤就是她刚才所说的离开这里的契机 虽然她不会解毒 但有人会替她解 就这样 她连着喝了半个月的毒汤 身体明显一日不如一日 而今日是毒发的日子 她知道出冷宫的时机要到了 在亲美人必亲的安排下 碧玉顺利通过层层护卫 见到了刚下朝的皇上和国师 没一会儿 皇上和国师就来到了五姬跟前 皇上见了他这样子心疼的要命 在床边祈求他睁开眼看看自己 可国师却将皇上拦开 说自己先给他把个脉 这样也好尽快医治 皇上听后乖巧地站到一边 国师则将一张白手卷附在五姬手腕上开始把脉 说实话 见着五姬这样子他也有些心疼 明明上一次见面还肆意的很 如今才进冷宫半个月居然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而不一会儿 他便告诉皇上说五姬这是中毒了 此毒很是霸道 食用多了会暴毙 五姬就是因为日积月累且用量不少才会这样的 皇上听后大怒 即刻便打算吩咐人去查清楚 好好的冷宫怎会中毒 随后他又拉起国师的手 祈求国师不管用什么法子都一定要救救五姬 可国师却甩开手 提醒皇上注意军仪 看着床上满脸痛苦的五姬 他提议说要不让五姬出冷宫休养吧 皇上听后即刻打算抱五姬回殿 然而却又被国师拦住了 说五姬现在中毒太深 不宜一动 带自己为其施针清除些毒素在带走也不迟 他让皇上先回去照常处理政务 五姬不会有事的 至于中毒一事 皇上恐怕要好好查一查了 皇上听后依依不舍地看着床上的五姬 但还是听从国师的话离开了 等皇上走后 国师便吩咐碧玉去打一盆热水过来 随后 他从瓶中掏出了一颗解毒的药丸 将奄奄一息的五姬从床上扶起 虽然外面的人都在说五姬是妖精 可五姬现如今却中了如此深的毒 天下哪有这么蠢的妖精 他将药丸给五姬喂下 可手指却一个不小心擦到了五姬柔软的唇 这触感细腻微凉 令他顿时浑身燥热 就如同在山洞与五姬独处那事半 胶着的心情如出一辙 国师在房内给五姬扎针 把五姬扎得连连喊唐 而且还时不时地传出几针尖叫声 门外的侍女听得一愣一愣 还以为主子和国师在房里那啥呢 原来在刚刚 国师单独留在了房内给五姬去毒疗伤 他将五姬翻了个身 紧接着便拉开了五姬的衣领 这还是他人生中头一次这么清楚的 只是女子的后背 把他看得瞬间脸红 于是他赶紧拉起被子稍微遮了遮 随后便开始试针 可没想到第一根针刚扎下 五姬就猛地醒了过来 看着身后的国师 他表现得更加虚弱 说自己从小就比常人怕疼 国师即将下针的手艺症 答应他接下来会轻一些的 结果五姬顿时就不满了 问国师明明能轻一些 那前几针为何不轻 难不成是在故意跟自己过不去吗 国师宁了宁眉不想解释 但接下来的一针却稍微加重了些 因为这一针乃是驱毒的关键 下手不能轻 五姬被扎得连连喊疼 忙只问国师是不是故意 门外的侍女则听得一愣一愣 还以为主子和国师在房里那啥呢 待针扎得差不多了后 国师便开始将针一根根的拔出 被针扎过的地方涌出黑血 他告诉五姬这是毒素 调养期间记得进步 接下来的两月还需继续 施针慢慢轻触毒素 五姬听后回头瞥了眼国师 问自己起飞还要在国师大人面前 宽衣解带两个月 国师战术性地倾壳了两声回答他 说医者面前无男女 紧接着便拿出一块干净的布 给他擦拭起了后面 白布瞬间被熏红 手指稍有不慎还会触碰到他的肌肤 但轻触毒素刻不容缓 国师也顾不得这些 然而五姬却有意见了 警告国师可得小心血 手别再碰到自己的肌肤了 就算是医者 也要守男女大房的 国师无语 看来是时候给自己算上一挂 看看自己与五姬究竟是什么样的虐人了 待施针结束后 国师便走出了房间 侍女觉得国师的脸色十分红润且走得急 不知道的还以为后面有鬼在追呢 屋内 系统出现在五姬的脑海中一脸玩味的调侃 其实你早就料到男主会救你的吧 利用男主的喜欢在十点苦肉祭出轮功 这招不错 五姬则一脸理所当然的回答 男主可以是党路人 也可以是开路人 不过在这次事情后 他对男主又有了新的感受 虽然男主看上去冷心冷情 实际上却是个至情至性之人 十分难得 只是不知道为何 那时他的心净跳得有些慌乱 突然系统提醒他 若男主接下来几日当真日日给他试真 怕是会对他越陷越深 而他听后也回过了神来 问男主现在还没和这个世界的女主谈恋爱吗 系统告诉他 男女主倒是见过面了 但恋爱却没有一点动静 这男女主的感情线进展真是比蜗牛还慢了 本是个快穿过来霍乱朝纲的恶毒女配 结果朝纲没乱 剧情先乱掉了 原定会爱上女主的男主对他生了情谊 好在男主现在还不自知 看来他要加快任务进度 与此同时 锦绣宫内的丽妃正在大发雷霆 指责蒲子为什么没有把五姬堵死在冷宫里 人家现在都已经出冷宫了 到底有没有把药下重 不然怎么没有走那贱人的命 蒲子觉得冤枉 说自己真的已经下重计量了 那毒药那么霸道 五姬又连续吃了那么久 太医肯定无力回天的 然而事实上 五姬在国师的治疗下身子已逐渐好转 他看着国师日日在自己手臂上扎口 问自己这胳膊若再这样扎下去还能看吗 国师告诉他 只要用上好的药膏连续敷上几日 这些针孔便会消除 突然他抬起自己的手掌 说起来 国师大人既会粘卜 那可否给我看个手下 我后半生如何 而国师只是扫了一眼 就大致算出他是个孤苦无依 辗转飘零之人 可再仔细算下去 却发现他会浴火重生 宁格变得福气底天 但有短命之相 且可以确定 他的短命之相因这座皇宫而起 于是国师在将针收回后告诉他 你并非完全无福之人 可他听了这话后却冷笑 并非无福那便是有福气了 没想到在自己这已经拟定好的凄苦剧本 还能被人算作有福 真是可笑 他有些生气 见国师既已给自己施好针 便开始感人了 可国师却站在原地一脸严肃地对他开口 你为何来东国 南国皇帝究竟派你来作甚 本意他是想帮助武基 既然武基的短命之相与这座皇宫有关 兴许自己可以帮武基度过这场劫难 可武基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 国师大人 你这问得未免太过直接了 莫非 你在怀疑我是戏作吗 我只是因为长相太过貌美 所以被选中送来东国的 可不是自愿要来的 我没得选 国师听后逐渐向武基靠近 可你的命格和皇宫相克 不适合这里 既然是被迫来的 那你可曾想过离开 我可以帮你 我不想 武基十分干脆地打断了国师的话 国师一正 也不知自己方才到底是怎么了 为何会想要一再帮武基 到底为什么呢 突然武基凑了上来 调侃国师大人钢台的问题实在是奇怪极了 当皇帝的宠妃 可比当武女好多了 我现在是主子 不会被人随意倾鉴 国师听后眉头顿时拧了起来 你难道爱权威吗 武基一脸理所当然 甚至还反问起了国师来 权威谁不爱呢 财权如今都在我手 天下女子谁不想得到皇上的宠爱冠决后宫 国师怒了 可你已经被废了 武基却善善地笑着 依国师大人之见 以我的滋色手段 父位甚至丰厚需要很久了 这句话瞬间刺痛了国师的心 武基冷下脸 你何必用这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我 我也不过是一介俗人而已 是个快穿过来霍乱朝钢的恶毒女 没想到竟在无意间俘获了男主的心 只是男主现在还不自知 不过男主却在算出武基会因这座皇宫而短命早逝时 急切地想要帮他逃离这座皇宫 然而却被他拒绝了好意 他说自己是个俗人 喜欢金钱和权威来刺激男主 男主觉得自己的好意被荡成了驴肝费 于是便转身愤愤离去 系统知道他肯定是故意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因为他认为 男主国师大人的良缘应该在女主弃公主那里 所以不该在自己身上浪费功夫 毕竟像自己这样目光短浅且贪婪自私的女子 谁会喜欢呢 只是他不知为何 心里总是闷闷的 而在国师离开武基店内不久后 居然就宣布闭关了 这在东国实乃大事 据说国师上一次闭关是五年前 还整整闭关了一年之久 不知这次期限如何 这日 武基在店内调酒 在得知国师闭关的消息后 他就听说国师派了一位民间老神医来 继续为他施针驱毒 系统在他脑海中调侃他 男主居然真的成功被他导自毙 看来他霍乱东国的任务可以继续往下推进了 于是他决定 从今天开始就给皇上下南国秘制的慢性毒药 他将涂有毒药的发簪取下 在酒水中轻轻搅拌混合 毒酒就治好了 随后他将簪子又别了回去 恰好这时 皇上驾到 只见皇上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骂朝上那群人都是些老顽固 一点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武基见后假装关系 问可是谁惹皇上不高兴了 皇上找了个凳子坐下 开始跟武基唠叨了起来 说国师闭关前呈上了一封奏折 指出丽妃毒害镇的皇寺和后宫嫔妃 庄庄渐渐证据确凿 镇属实没想到 爱妃你身上的毒也是丽妃下的 他听后遗证 心想国师明明都已经被自己气走了 为什么还要帮自己呢 皇上继续说道 还有丽妃的那个好哥哥 镇选的好都督 居然搜刮乱杀百姓 还暗中跟黑市交易兵械 虽然残害百姓算不上什么大罪 可今生出了谋反之心 那就必死无疑 武姬听着无语 在心里吐槽这真是个狗皇帝 残害百姓居然说不是什么大罪 突然皇上一捶桌 镇最气的 是那些朝中大臣们 承日拿妖妃祸国那一套言辞来压阵 镇的爱妃都快被那丽妃堵死了 镇间你出冷宫调养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武姬听后假装委屈问皇上 自己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皇上摆了摆手 让他但说无妨 他便眸子一沉 冷冷地开口道 臣妾觉得大臣们不对 且大不敬 皇上一政 有些被他这话惊到了 他继续说着 这些大臣们敢在朝堂上说您 并然是皇上您过于仁慈 让他们长胆子了 皇上您乃是九五至尊 天下之主 做什么都是对的 皇上听后容颜大悦 拍着他的肩膀感叹到知己 他向皇上奉上了一碗酒 皇上 您想怎么做便怎么做吧 您是天子 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对的 皇上接过酒 开始得意地笑了起来 看来 正是时候给那群大臣立威了 就从处死丽妃兄妹 给爱妃复位开始吧 明日上朝 正准爱妃在偏殿一堵 正知雄风 系统看到这一幕后 忍不住嘲笑 看来这皇上已经被教坏了 昏君啊 就不愿别人说他不对 五姬倾笑着谢过皇上 毕竟要魅惑一个皇上 变成昏君 可不单单是要其做出荒唐的行为 最重要的是要毁掉其正常思想 这才是真正废掉一个人 皇上胜从五姬一人 五姬却想要置皇上于死地 他早已在金钗上涂抹了慢性毒药 只要长期服用 皇上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虚弱而死 此刻皇上再次对他受性大罚 不过他早已撂倒 只见他一挥衣袖 皇上就瞬间倒了下去 原来他事先在指甲缝里藏了些迷药 就是为了防止这老色鬼对自己动手动脚 他将手仔细在清水中洗净 不一会儿 侍女碧玉就带来了主上最新的任务 随后便把一份名单交到了他手上 上面都是他们需要暗杀的目标 丞相蒋熙 御史前德路 卫卫马宗正 太普柳元庆 都是朝中至关重要的大臣 碧玉有些担心 因为就算他们可以 要配在都城的南国奸细相助 可要把名单上的人全部杀死也太过坚弱了 但他们没有退路 武姬让碧玉去给碧青传话 让碧青这段时间吸引一下皇上的注意力以及下毒 争取早日弄垮皇上的身体 而刺杀的事就交给自己 碧玉听后连喊不行 认为救他一个人去执行刺杀任务太危险了 而他却反问了一句 那你们二人的武功加起来比我好吗 必于一时间无言以对 因为事实显然 武姬让他们放心 都城内有人可以调解 自己不会有事的 只要国事不搅局 次日上朝 殿上的大臣们依旧在弹劾武姬霍乱朝纲之事 劝谏皇上将被废的武姬逐出皇宫 可昨天已被武姬洗脑的皇上 现在根本听不进去这些 甚至要违背众愿 晋升武姬为贵妃 大臣们听后叫着万万不可 妖妃霍乱朝纲 肯定是南国派来的奸细 皇上却否认 你们真是一群心胸狭隘之人 南国有心与我们议和 你们却如此想南国送来的人 若南国那边得知此事 挑起两国战士 尔等便是罪人 大臣们听后皆感到痛心疾首 劝皇上三思 可早已被美色冲昏头的皇上 依旧听不尽这些 还把所有提建议的大臣们都给隔止了 其中还包括两朝元老 武姬在偏殿默默听着朝上的争吵声 感叹自国师闭关后 朝上还真是无人能压制皇上了 在此之后 皇上昏庸宠幸妖妃 导致东国朝堂上下皆乌云笼罩 谁都不敢有意义 生怕下一个被隔职 甚至血溅朝堂的人是自己 武姬殿内 皇上对武姬表达感谢 这段时间多亏了你 朕才算真正做了君主 武姬则将调制好的 毒酒一脸恭敬的承上 皇上这说的是什么话 您一直都是君主啊 皇上清领了一口酒 对他说出了压抑已久的心里话 曾经朕根本算不得君主 处处受制 直到现在才不同啊 朕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才是君主 随后他便激动的跟武姬说道 要不你明日同镇上朝 与朕共作容易如何 朕要将无上的荣耀赐予你 武姬听后假装担心 万一有大臣不答应怎么办 已经杀红眼的皇上则很利一笑 谁敢不答应 杀 早已对武姬动了心 只是一直没意识到自己的心意 经过三个月的闭关 如今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真心决定 正式追求武姬 武姬说喜欢钱财和权利 那他就给武姬钱财和权利 而且给的比皇上多 比皇上尊贵 原来在国师闭关的这段时间 朝堂已然大乱 皇上因宠幸武姬 甚至在朝上亲手斩杀了一个顶撞的官员 如今已有半月没去上逃 日日在武姬店内泡着 当然武姬也没闲着 任务名单上的那些大臣 他已消灭了半数有名 虽然他是个反派 但他杀的却都是该死了 就在他愣神之际 皇上突然摘下了他手腕上的铃铛手 他迫切地想要拿回来 皇上却以为他在跟自己打呢 故意不给 突然一只大手拦在他们中间 将皇上给推砍了 原来竟是国师 没想到才一个月就出关了 皇上见到国师后被吓得多 问国师出关了 怎么也不进宫通报自己一声呢 国师则冷着脸 质问皇上这半月为何不上朝 而且还当朝亲手斩杀官员 好大的龙威啊 随即他便拉走武姬说道 自今日起 武姬入驻神殿成为神殿圣母 为天下诵经祈福 武姬听到这里有些难受 在心里问系统什么是圣母 是要消化维尼的那种吗 系统告诉他圣女并非尼姑 是跟国师差不多的神职人员 看来男主为了让他出宫 真能扯 皇上见后怒了 头一次跟国师唱起了反调 怒吓国师好大的胆 竟敢擅自做主 可下一秒他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随即晕了过去 而国师见皇上晕倒 却不觉得奇怪 因为他早在出山前就知道 东国的气数不长且战乱繁多 导致民不聊生 所以这些年他身为国师 为东国延长了不少气数 但国运是最算不准的 上一刻还是百年安康 下一刻就可能轻浮 现东国气数将近且无力回天 这分割的天下必将大统 往后他将会协助 东国与南国的一统 同时尽到守护 东国百姓的义务 其他的就遵循天意吧 毕竟他曾认为 自己不会动烦心 就算喜欢 也肯定是喜欢一个纯净的女子 直到遇见武姬 在数次的纠缠中 他的内心其实早已动摇 却不自知 即使武姬爱财爱权又如何 喜欢了便是喜欢了 此次闭关 折磨他许久的心烦意乱 究竟从何而来 他皆想通看透了 所以如今 他只愿全心全意固执武姬 帮武姬躲开劫难 他将武姬的手环 从地上捡起 带回起手腕上说道 东国 我就不了了 但我一定要救 武姬一正 心跳输得加快 国师大人你在说什么胡话 什么救我 而下一秒 国师尽一把将他抱起 系统幸灾乐祸 说男主现在已经看清了 对他的感情 金钗取下笔在自己侯间威胁道 放开我 否则我以死明智 国师劝导 别冲动 你不是喜欢钱财和地位吗 圣女地位高于宠妃 甚至高于皇后 神殿的财产变不天下 圣女皆可自由使用 你中意吗 武姬武语 没想到国师竟把他当初 那番故意气人的话给听进去 罢了 眼下该想的应该是如何改变计划 照常完成反派任务 出宫未必不是件好事 反倒更方便刺杀 之前他住在皇宫里的时候 就经常要半夜跑出皇宫刺杀 再跑回来 几经波折 险些惊动了大内高手 若可以得到国师的信任 自由出入神殿 这样刺杀余下的几个大臣 就能方便许多 至于继续给皇上下毒一事 就交给碧青 想罢 他将差子憋回了头上 罢了 我跟你走就是了 本该死无葬身之地 转眼竟被国师封为了圣女 明明之前还在冷宫受苦 如今却入住了豪华的神殿 国师带他参观完了整个地方 安排他以后就住在南院 系统听到这番话后不禁吐槽 国师对他还真是别有用心 南院离国师住的主院 可仅仅只有一墙之隔呢 然而他却表示 想自己挑选院子 不想住在南院 国师奇怪 说南院大且装修华丽 园里种满了花 有湖水还有亭子 这些不都是他喜欢的吗 可他却固执地 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自己想住北院 实际上 他只是想住的离国师远些 方便晚上出门刺杀 而国师听到 他想住离自己最远的北面 以为他是想躲着自己 不过罢了 国师决定都依着他 随即便吩咐侍卫 之后五姬的吃穿住行 一律要用最好的 要把五姬当成主人是否 多备些糕点 侍卫记下了 最近他大场面见多了 所以现在国师 无论怎么对五姬好 他也习惯了 国师看着五姬的背影 在心里暗下决心 无论如何 自己都要将五姬带在身边 待天下安定 便一起隐居山林 这样五姬的短命之相 应该就能躲过了 入夜后 外头开始飘起了雪 五姬站在窗前 欣赏着凄凉的雪景 忍不住吟诗一曲 随后才将窗户关上 他决定明天先去了结了 当年领辱他娘亲的县令 如今王少甫的王大人 当年王大人就靠着行贿 从县令一路升至少甫 还在他爹被山匪杀后不久 将他娘抓进了房内领辱 导致娘亲在宅子内自艾而亡 如今这王大人 既然出现在了暗杀名单中 那他定要帮爹娘报仇雪恨 突然系统提醒他 别只顾着刺杀 因为在原剧情中 男主国师为了爱情 陪女主石公主坐镇东国 所以东国并没有被灭过 虽然现在的剧情已经全盘走偏 但石公主的剧情线还不明确 不可大意 这时房门竟被敲响了 五姬打开门 原来是国师大人 国师说给他带来了夜宵 让小厨房做了烤鸡 然而他却一口回绝到不想吃 于是国师便邀请他去园子里赏雪 可他仍然回绝到不想赏 国师只好放下身段对他气球道 你对我有气也是应该的 你想如何出气 我愿意补过 只要你不生气 五姬迈进一步 我怎敢有气呢 国师大人你想多了 我不过就是想起了些往事 比如国师大人曾对我说过的一些话 退开五步 请自重 松开 还不快下去 然后把我推倒在地 还掐我脖子 国师听后尴尬地愣在原地 他却步步进逼 拉起了国师的手 还有呢 你用剑划破了我的脖子 导致我的脖子上 现在有一条很浅的痕迹 可如今 国师大人 你的行为举止都透露着一个信息 那就是你喜欢我 却为何不开口呢 国师瞬间脸红 闭上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曾以为 自己与五姬肯定是永不相交的两个灵魂 后来才恍然发觉 其实自己很早之前就已经乱了心事 偏移了原本的路线 心甘情愿地与五姬交织在一起 五姬故意朝着他吹起 你知道吗 明明毫无干系 却对一个女人好到过险 是非君子所为 国师慌忙否认倒不是的 随即将五姬一把搂入怀中 我其实早已心悦于你了 他早已对五姬动了心 现在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心意 在五姬的步步紧逼下 他向五姬表白了 其实我早已心悦于你了 五姬浅笑 在心里感叹诱惑着国师也不是很难吗 随即还上国师的脖子 非要我逼你才说出口 真是急慢热和后知后觉于一生的男人 国师向他坦白 我知道 旅途中你对我的示好是假的 随即又向他确认 如今 你心中可有一点点喜欢我吗 他回应国师 如果不喜欢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抱着你 其实我早在你我前身煽动之时 便对你动心了 接应你对我那副冷冰冰的东西 我们才错过 虽然他是为了迎合国师才故意这么说的 可其实他自己也有些分不清楚 这话里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 但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心意有所触动 而国师也对他做出了回应 以后我们不会错过了 你想要什么我都应你 他感觉心跳有些乱 借口说自己困了 国师温柔地将他抱起 陪他一起入睡 深夜 他看着国师近在咫尺的脸庞 心中五味杂陈 系统调侃他 之前他跟国师表白的那一幕 差点把自己都骗了 他回应系统 自己是不会爱上国师的 先前只是为了取得国师的信任 方便日后的刺杀而已 但在国师告白之时 他心底明显涌上了一股莫名的复杂情绪 那感受 像极了喜悦 自霍国妖妃被接往神殿后 皇上在国师的监督下恢复了枣头 但身体明显大不如前 懈怠的政务怕是很难再捡回 而神殿这边应有国师作证 所以无人敢轻视圣女 这日 王少甫的王大人又来逛青楼了 但他一向众议的舞女小湘云 却不知跑哪去了 老宝跟他道歉 答应今日给他烟酒全面 青楼的姑娘们也任他挑选作为赔罪 但他却不接受 令老宝今日定要将小湘云送来 否则就烧了这青楼 可下一秒 他的视线又被另一名角色美人给吸引了 武姬拿着根小皮鞭对他诱惑的 王大人 奴家虽不似小湘云那般年幼 却有的是新鲜玩意儿伺候您 王大人瞬间被他迷昏了头 让老宝赶紧出去 别耽误自己享受良辰美景 当门一关 王大人便满脸期待地问武姬打算怎么玩 武姬笑了笑 劝王大人别急 先回答自己一个问题 当年您在任县令时 是否跟临县山匪勾结杀害了当地的一个大善人 还玷污了他的夫人呢 王大人听后被吓得哆嗦 心虚地问他究竟是谁 他自报家门 我是他们的女儿 特来娶你狗命 下一秒 王大人便下了地狱去向他的父母赔罪 与此同时另一边 国师的侍卫扣响了茶室的门 问武姬可否需要换一壶茶 然而里面却无人回应 侍女碧玉知道 主子可能尚未完成任务归来 便找理由拖延时间 说主子应该是睡着了 可没想到下一秒 侍卫竟直接开门闯了进来 好在武姬此刻已经回到了茶室 假装淡定地回头问侍卫怎么冒冒失事的 其实侍卫是因被国师大人特意嘱咐过 要他近期务必看住武姬 不要让武姬独自外出 见武姬还在房内 他赶紧道歉 我只是想为圣女您换一壶茶 然敲门未应 怕您出事 故而推门直入 还请圣女恕罪 我是为了保护他 派手下来跟着他 可他却以为国师是不放心自己 让手下来监视自己 看来国师真不是一般人 哪怕对自己动了情也还是不好糊弄 与此同时神殿内 国师收到消息 称南国太子想求见他一面 他让手下去回话 只要南国太子不杀百姓 并沿途发放食物和衣物 得了民心 南国统一的进城自会加快 不日便可攻入东国都城 到时候自会相见 不用提前一见 当一个手下刚领命离开 另一个手下又前来汇报 称王少府的王大人于青楼被暗杀 脖子被扭断 死状凄惨 国师沉下脸 问此时刻禀报给了皇上 手下说大臣们早已上报 可皇上却在清妃那里寻欢作乐 不予理问 大家没了主心 才求到了神殿 国师听后 吩咐手下去叫金府衙门派人处理 而当这个手下刚走 武姬又回来了 国师凑上钱 问他有没有动着 手这么凉 他回到说自己之前在窗边接雪花 所以冻着了血 只要烤烤火 一会儿就暖起来了 突然国师话锋一转 非也杀了人的手 很难再暖得起来 武姬错愕 国师则继续说道 如今的清妃 也就是你曾经的侍女 你们皆来自南国 自你们来后 你现武成妃 皇上越发昏庸 目的太过明显 你是想乱了这东国吧 武姬反应了过来 甩开国师的手冷冷地回道 你既已知晓 那你想如何处置我 国师叹了口气 我早已知晓你是南国系组 只是在等你主动告诉我 但这些都不重要 我想说的是 我会护着你的 国师的毛子竟显温柔 令武姬感到疑惑 你没觉得 你现在就像昏君一样昏馈吗 难不成你也被我迷昏头了吗 没想到国师竟扑上来一把抱住了他 就算昏馈 我也是因你而昏馈 你要做 你听我说 东国气数将近已成定局 天下一统是天意 我没道理去阻止 我不揭发你 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妖妃 你杀的那些人 他们早已血债累累 你不收也自有天收 而忠臣良将 你一个未动 就比如之前被皇上革职 告老还乡的李大人 皇上后来还欲暗杀他 你却派人护了他周全 金月跟你摊牌 是因为我上次占卜特出 你有短命之效 如今看来 并然和你的刺杀任务有关 我需要知道你的任务 才能护住你 你呢 可信任我 武吉听后细细思索了片刻 既然自己有短命之效 看来是注定回不去南国了 他问国师 我曾做过皇上的女人 还喝过绝子汤 今后再也不会有孩子 你可清楚吗 他曾喝下绝子汤 此生无法有孩子 可国师却毫不介意 依然坚定地选择要跟他在一起 哪怕乱了这东国 也要护他周全 金日一诺 此生必见 武吉被感动了 你为我做到如此 值得吗 国师表示甘之如頤 武吉回忆起以往的一幕幕 那些不同世界中的同一张脸 总感觉 他们格外相似 这时国师在他指尖落下一吻 随后深情款款地看着他 我可以继续吻你吗 结果还没等他回答 国师就已经吻上了他的唇 还在他面前祈求道 不要推开我 好不好 明明一直以来 他都活得十分清醒 但现在 他却甘愿堕入一场梦境 就当是醉了一场 就这一次 缠绵过后 国师沉沉地睡了过去 武吉看着这睡颜 想到明晚便是国师美月的发病之日 应该会去闭关调息 国师曾与他说过 自己的短命之相 大概率跟刺杀丞相有关 但无论如何 他亦无悔 次日晚 他带着几个手下埋伏在暗像中 据内应所述 丞相就躲在书房内 虽然相符里三层外三层的 都有侍卫围着 后花园的守卫却最为薄弱 可以从后花园行动 而东国能腐败至此 丞相难辞其咎 就是这狗丞相亲手编织了一张搜刮明枝 贪赃枉返 官官相互的大王 让东国名不聊生 武姬决定速战速决 随即带着手下开始行动 从后花园攻入 可这本应防守最为薄弱的地方 他们一落地却遭到包围 他立刻反应过来 内应叛变了 但现在却由不得他多想 必须快些行动 不一会儿 书房内的丞相刚松口气 屋顶上就突然落下一人 明明知道他是奸细 国师却还是想要护他周全 甚至在一年一次的 闭关之日强行中断调戏 只为带他回来 原来在刚刚 武姬趁着国师的闭关之日 偷偷带着手下来咬结狗丞相 胡料净中了丞相的圈套 被护卫围围堵在院中 最后只剩他单枪匹马 一路杀进了丞相躲藏的书房 在踹开了最后一名护卫后 他的剑锋直指丞相的咽喉 可下一秒 他竟看到书案底下有一女童爬出 他瞬间分了神 因为女童脸上显现出的惊恐 像极了又是躲在书案下 听着家人被屠杀的他 这导致他错失了刺杀良机 被从地上爬起来的护卫划了一剑 系统急忙劝他离开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来刺杀的 可他却默默从身后又抽出了一把剑 再次跟护卫打了起来 护卫不敌 被他干趴下了 丞相害怕 把小孙女举到胸前 替自己挡刀求情 小女童被吓晕了 他则更加气愤 没想到这狗丞相为了活命 竟无所不用其极 那就让自己来做这最后的罪人吧 说吧 他的剑绕过小女童 精准刺入了丞相的博稿 丞相暴毙 可下一秒一批新的护卫又冲了进来 现在他若想跑 恐怕也跑不掉了 何况还身负重伤 不料这时 一蒙面男子竟从屋顶跳了下来 将他护在怀疑 闻到这熟悉的气息 他认出这是博师大人 可今夜明明是博师的发病之日 博师怎么会不带闭关调息呢 而不一会儿 他便被博师带回了神殿 他躺在榻上蜷缩着身体 不停喃喃着冷 博师给他把脉红 发现他是中了寒冰之毒 莫非是先前刺伤他的那把剑退了毒吗 博师正想要给他医治 自己的身体却先没挺住 可出了一口血 想必是因为闭关调息被中途打断 体内气息大乱 可博师却强撑着身体 依然打算给他医治 他的神志已经开始模糊 劝博师还是放弃吧 此毒即是丞相对付刺客所用 必是无解的 可博师听了这些话后 却发了风势的咆哮起来 不会的 我不会让你死的 系统感叹 那剑就算没毒 可刀口刺的这样神 又是大出血 哪怕现代技术都未必就毒了 更别提古代了 而武基在这最后的时间里 温柔地还上了博师的脖子 博师则抱着他痛哭 祈求他不要走 可他终是没挺住 双手重重垂下 最后只听到博师在他耳边 大声喊了遍他的名字 人以为武基已经死亡 没想到近期计般地活了过来 在他刺杀了丞相的次日 消息还未来得及传开前 宫里便传来噩耗 说皇上驾崩了 死在了清妃的宫殿内 因此当晚 清妃以及服侍的宫人都被下了大人 而皇上还嗜骨未寒 皇子们便开始争权夺位 大臣们哪怕不站队 也要被杀 短短半月 九位皇子仅剩四位 东国内忧万患 遥遥欲坠 神殿外 仅剩的大臣们苦苦哀求 博师大人 求您出来主持大局吧 您在闭门不见 东国要亡了 而在这一阵阵悲愤的祈求声中 神殿的大门终于打开 博师走了出来 面色十分憔悴 东国的皇子们一心为全 不顾百姓生死 着实叫人心寒 明明百姓才是根本 国王了 无百姓之支持 他们登上了地位有如何 东国气数已尽 无力回天 南国为主 天下太平 此乃天意 大臣们不解 问国师大人可否些许指示 国师反问 周大人身为臣子 责任为何 周大人迅速回报 为国为民 国师倾笑 那大人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自上次出关 我已将东国的腐败官员全部救出 肃清了朝廷 在南国进城后 不仅会善待百姓及伏兵 也会善待余下的东国大臣 且安排而等入职新朝廷 至于东国皇室 活下来的几个皇子将会被永久监禁 公主则继续住在深宫 享有曾有一样的地位 我能为东国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大臣们纷纷叩拜 直到门缓缓关上 武姬坐着木轮引了上来 我已经给仆人们都结清了月前 也分发了盘缠 一径遣散了 国师的脸上露出了笑语 侍卫前来通知 行李和马车都已经被骑了 国师嘱咐道 到时候你潜入宫中救出碧清后 便护送碧清碧玉两位姑娘归乡 往后是成家立业还是浪迹天涯 都随你 碧玉听后擦了擦泪 武姬见了也嘱咐道 往后你们便自由了 可以安定的生活 要幸福啊 可碧玉和侍卫都纷纷表示舍不得他们 武姬白白手 由着国师推着自己离开神殿 事宜身后两人不必伤怀 有缘自会相见 一个月后 南国攻入都城 南国太子真如国师所说那般信守承默 善待百姓战俘及东国大臣 深得明星 入城后 南国太子想要来神殿参拜 却发现神殿早已人去楼空 国师下落不明 有人说国师殉国了 也有人说国师本是神人 应是飞升成仙了 三年后 某深山小院中 武姬在院内惬意地晒着太阳 系统激动地告诉他 南国太子居然和女主角世公主走到一起了 如今剧情的走向 是一年后 南国皇上驾崩 南国太子即位 立世公主为后 一朝盛事即将开启 武姬对此感叹 国师这么偏离主线 男主光环会掉也不奇怪 毕竟国师没有像原剧情一样 陪在世公主身边治理崩国 而是带着自己隐居了 三年前的那一夜 自己本该没命的 没想到国师竟愿意用其一切 来唤自己活下来